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晚安 今天10月30日去美国总统大选大概就三天 一翻两瞪眼 不过我们稍微会提到美国大选的事情 不过先谈一谈已经在北京落幕的十九届五中全会 相较一般的国家 当然中国大陆现在新闻是相对封闭的 那我不好意思讲说是绝对是封闭 相对封闭 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开会的内幕 或者是说它实际的目的想要在哪个地方 不过根据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落幕的一些公报来看 最主要两个东西就是 有关未来总的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十四五计划 然后还有中国的愿景目标2035 当然其他的像一般在二十大之前的一中全会之前的 很多人事的安排在这次大会里面都完全几乎在媒体上面 没办法呈现出来 但是我们相信应该私底下还有别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边提到的是说五中全会落幕之后 到底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 其中有十四五计划 因为谢老师是这个财经专家 我们想听听看他这个十四五计划 对未来的这个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 尤其在新冠病毒疫情发生 导致全球经济结构产生变化之后 中国大陆怎么样来因应这个变局 是 首先这个五中全会你看它的公报 你刚才说很多外界确实不太容易知道 中国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呢就是我记得有个故事啊 我们以前那个 你知道我在那个 我在那个北京念书的时候 北京大学念书的时候 后来有一次那个我们夏天呢 那时候刚刚念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的时候 夏天呢 在校园里面大家都知道 这很那个还是很 北大虽然比较 比较这么说呢 比较开放一点 或者比较活跃一点啊 就是说 它也还是比较压 很压抑 你在校园里面呢 不太敢那个谈国事嘛 不太敢就是公开的那么讲 那年夏天我就记得好像是 自在 因为觉得好像远离了这个 远离了这个校园嘛 就是天高皇帝远没人管了 大家讲话都开始比较 比较就是说可以出阁一点 没有什么支部书记在旁边的 我就记得有一个家伙 我记得有一个家伙是个国政系 北大国政系的一个研究生 他这些人就是完全想到最后进入那个 中共那些中共领导层 就是给中共效力的那些人 搞政治 总是政治人 他就说那个 其实人民日报啊 他就说我们谈到那个读人民日报 他说人民日报里面 其实信息量很丰富 你看起来好像都是官方文章 很讨厌的那种意思啊 千篇一日 他说其实呢 你要仔细会看的话呢 其实还是可以发现 人民日报的 你要读人民日报 一定要从那个两个行字里 字里行间呢 在那里边读 那里边读的话呢 其实是很有那个消息的 很有那个讯息的 只是呢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是中共审查这个媒体嘛 严格审查 越是严格审查的时候 然后如果有一点点 出现一些什么东西的话 或不同 或者改变的话呢 细微的改变实际上都说明了 很多重要的那个 重要的信息 其实他这个说的有道理 当时我们就谈这个中共 这个事情的时候 实际上确实有道理 你比方现在这个武动全会 那你现在他这个 惯例讲的都是什么 几代领导人啊 什么习近平核心啊 什么国内大循环外循环 这些层次烂调都有 对吧 但是呢 有关键的东西 确实是那个 missing 缺少了 对吧 因为中共是这样 它每一个 这几次代表大会之间呢 它有五年嘛 它有五次中央全会 就是一中全会 二中全会 三中 四中 五中 第二次三中全会的时候呢 一般经常都是这个很多 关于一些重要的经济议题啊 或重担发展议题 而五中全会的话呢 你一定是给下一届的全会 下几 下应该是中共十几大了 应该是 二十大了 二十大 二十大对 那就是给他要提出这个 提出这个候选人的 比如你下一届的那个班底 什么样的人出现 基本上都要有一些那个 这个是另外一新一轮 新一轮的分赃 或者这个分封 就是权力斗争的一个 出现结果的一个会议 那这个没有 没有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就说明很大的问题 同时我们也知道 习近平要想 要想终身制 要想终身制 要取消终身制嘛 取消这个应期 他想永远做下去 永远做下去这部分呢 他也在这里面 也没有展示出来 那就是说 你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不知道 不知道就是知道 就是有东西了 那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这个权力纷争 权力一份这个内斗 权力这个摊牌也好 或者分赃也好呢 没有结论 这个没有共识 没有共识呢 出现这么一个 最关键的就是 缺乏了这个 五中全会 本来应该有的一个 最关键的内容 他的接班人的问题 下一届他怎么样 他相信应该是用什么形式 你或者是说 确认他就是一个终身 那个终身领袖 或者呢 确认呢 有新的班子 给他一些希望 没有这个希望的话呢 那现在我想中共也知道 他们自己这个活不长了 对吧 中共现在呢 我看明年内肯定应该解体了 那就是正好说明 他里面那个问题 非常非常严重 还有一个这个十四五这个 十四五这个 十四个五年规划这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中共 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 你看他这个很奇怪 他在这个世界贸易组织也好 或者跟美国这个 这个谈判中也好啊 中共在争取 就是说我们要做承认 要承认我们是个 市场经济国的地位 对不对 非常强烈的要求 因为这个对中国这个 就那个经济上意义太大了 你如果市场国的地位的话呢 他那些所有那些 反倾销的一些指控 在那个WTO那些 那些起诉啊 或者什么惩罚也好 判决也好呢 那他都是都没问题了 那他就是那个 就是可以减少很多很多障碍 很容易让他那个做出 对中国有利的裁决 对中国的外贸出口 那简直呢 好处太多了 但是他你 那你一方面在争取 市场经济的地位 同时呢 你又推出一个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 五年规划呢 计划呢 它就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当年从这个俄罗的 苏联那拿来的 对吧 俄罗斯人 俄罗斯人当时就搞了 什么第几个五年计划 五年五年做计划 你计划 你这个东西不是你计划得到的 计划不出来的 没用 你看美国人从来不说 我们来一个 美国总统四年 他也不说我们四年的经济 经济规划怎么样 或预测经济要做什么干嘛 你这个没办法预测 你说川普怎么预测 川普弄了一个 把美国经济弄得这么好 对吧 这个分野之前弄得这么好 好了以后呢 突然叭一下 一下子降了那个 百分之三四四十 三四十就这样 一下子那个 失业率从百分之三点五 一下子涨到百分之二二十几 所以你这个 这个你没办法预测 他就不承认 实际上一方面他想 让别人承认 他是市场经济的地位 一方面自己呢 又完全按照计划经济呢 在那个 在做 这个呢 基本上没什么用 我觉得是没任何用处 因为首先现在你说到十四个 第五年五年计划 那他这个十三个五年计划 还没有实现 没实现 他也没有很清 就清楚的 检讨一下 这个检讨 检讨这个词 很有意思 这个检讨 我们在中国大陆人 这个 中共党文化语言里面 这个检讨这个字 是个很恐怖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没错 如果中共的党支部书记 或者你那个上市老板说 你要做检讨 你要做检讨 尤其你要做书面检讨 这个是 这几回让你认罪一样 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毕竟你认了罪了 写了这个检讨书了以后呢 你要交上去 中共会把这个放在你的档案里边 你知道档案吧 中共有这个档案 我们都有档案 我还特别问了他 因为我是从那个 我离开中国的时候 那时候我是北京大学的研究生 北京大学在北京那个海淀区 后来呢 我不知道有一次 我们突然大家聊天事 聊起来 那我们来美国了 那个档案去哪里了 在中国你去哪 你不管你去哪 那个档案是跟着你走的 中共的党务系统 它组织系统 组织部系统 它在跟着后面有一个你的黑档案 所有的那些认罪书 毁国书都在你里边 你知道 所以那个检讨 检讨 所以 但我后来我去台湾 发现台湾也会用检讨这个词 知道 我们也有 也用检讨 但你们的检讨的意思 那就很 那就是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 很正面的 向上的 对吧 准备那个进一步改善的那个意思 没错 自己我自我 自我检讨 自我就是说 我看我们这个项目比方刚刚完成 怎么做 没做好 所以 中国 中共没有这个东西 如果你看 它的十三五规划 你就小康嘛 没完成 没完成 现在说是 即将完成 现在这个中国说 即将完成 它这个话 你知道了 对吧 还有什么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胜利在望 这都是中共短文化的名词 这你就知道 它根本就是 它没达成 达不成目标 也达不了 达不 根本达不到目标 我们现在知道连中共总理嘛 他都承认 有六亿人 收入不到一千块钱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大的 同时一个 类似的一个 研究表明 它是九亿人 不到两三千 对吧 对 离这个小康 那算是早 是早的 对吧 嗯 所以它这个 所以你看 就知道 它这个中共内部呢 它这个 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 危机非常非常严重 他这个也没有提起这个交接班的事情 也没提现在这个内忧外患 现在中共内外交困 决志内外交困 内部经济崩溃 现在经济完全是崩溃的 然后呢 中美关系也是毕竟崩溃 中美关系这么关键的问题 你知道 这是中国所有的外交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 是吧 他也不提 你这个面临着那么困难的那个境地 当然他们还在指望这个三天 四天以后的那个选举 会出现一个 对他们希望有益的一个结果 对吧 还在做梦 对 但实际上那个 你这个疫情的问题也不提 这么重要的 现在连他自己 亲自部署的 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 这么重大胜利 他也不敢提了 这个疫情呢 现在在中国呢 我看这个你叫第二波也好 或者是继续也好 这个他都不敢不敢讲 所以你看着就是说 他实际上正好说明 这次五中全会呢 没有达成目标 并且呢 也没有真正的检讨 也没有甚至不敢正视现实 那你现在还在讲什么 2035的远景目标 这个都就是虎扯了 虾虎扯了 根本没希望 还有点 大家很多那个 你说对不起 你要说什么 我就说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 其实他这个国防 安全国防问题 这个他也没什么 没什么仔细讲 你要说那个香港的问题 香港的问题 所有的全世界都知道 我们这个一尊领导人 把一个国际金融中心 一个自由港 一个中国最重要的 对外开放的一个窗口 给你彻底给毁掉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 他也不敢提 台海的问题 美国这边 原来是中共说的是什么 这个美军一旦 一旦踏上香港 台湾的土地 那就是什么 开始打台湾 对吧 现在美国军人已经过去了 也没打 并且他 售台的武器 现在越来越多 越来越先进 越来越有 基本上就是 我认为已经超过了 这个中国 中共原来有 军事上的优势 现在可能基本上超过 对台湾来说 防卫是绝对没问题的 这么重要 也不敢讲 很多人注意到 那个对很有意思 就是说 他要到2035年 将基本建成法治国家 法治社会 法治政府 对 我觉得那个就是非常有趣 很多人观察家都认为 他就是 他一敲敲就承认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 连一个基本上的 或者basic basic的那个 基础性的一个法治 社会政府国家都没有 他确实没有 其实就是没有 没有一个真正的 没有一个这样一个社会 所以这个 这是我看 我看就是实际上 就是说 实际上这个正好说明 就是说 这个中共内部那个危机 重重啊 你怎么看 谢老师 你要不要把麦克风摔 往前一点 往前 比较接近 你可能声音比较大声一点 对对对 不过我同意你 因为你刚才 重新从2035年 提起那个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表示这个是一个 一个理想 梦幻的一个状态 所以35年 从现在看15年 15年的时间 是有关很多人 一辈子的事情 或者说一个 一个世代的事情 不过你刚才提到 你在北大当研究生 那一阵时间的事情 让我想起20多年前 20年前 我到中国大陆采访的时候 这个有关于 我忘记 那时候是11还是12大 这个 因为毕竟是封闭的社会 包括采访 各方面 或是说这个大会 也都是要等这个 等这个paper 那你讲就是治理行间 你必须去了解 多加这两个字 少这两个字 它的意义是什么东西 相较一个胡锦 相较一个胡锦 相较一个江泽民 那是胡锦 他准备要上来的时候 他这个治理好像差两个 这个差在哪里 所以 当然我们在解读 这次的五中全会的公报 这个陈如刚才 谢教授提到的 不能讲的秘密就是 他没办法提到 20大的一个人事布局的问题 他好像不准提 事实上在2012年 习近平上台 到现在为止 他废除所谓 在2018年 废除这个 国家主席的终身制的问题 然后又修宪 去让这个事情 稍微合法化之后 是很多人都忘了 其实我们现在想 那时候隔代遗传的 所谓的孙政才 跟胡锦华去哪里了 我们总是 忽然就忘记这个事情了 因为我在刚好 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 翻想了 他这两位现在 本来是 本来是胡锦涛任内 去做隔代遗传的 去哪里了 当然习近平 有习近平的做法跟想法 不过程如谢兄提到了 他没有办法提 人事布局的事情 然后提到十四五的东西 也很难预测 我同意你的看法 现在全球的经济变化 跟整个世界的规格来讲 你很难去做 不要讲五年 你有时候连三年 这经济规划 都很难做到的事情 有时候下一年 明年 发生什么样变局 我们都不知道 尤其是这一次新冠病毒 搞得全世界一团乱 整个格局 全部要重新要修改 就很多人提到了 以后的变化 会越来越快速 时间会越来越短 比方说以前是我们 可能我们那时候 念书的时候 是用一个十年 或是二十年来算 这个事情 就像刚才提到 这2035严谨计划 15年以后 中国大国政令 可以达到所有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 法治政府 这个都是 就是有待去讨论的事情 这是 然后另外就是说 你刚才提到 那个接班人的问题 没办法处理 他没办法处理 接班人问题 然后又不愿意 替他终身制的事情 到底找一个合法性在哪里 所以就 就僵在那里 所以我不晓得 到底武东雄会 习近平在想什么 明年开始 他是在这一任任期 最后一年 他会做什么样东西 三四月的这个两会 到底中共要抛出 什么东西出来 在目前这个 中共体制之下 我们其实媒体 很难去真正了解 北京中南海 到底在想什么东西 这是外界比较难 不像现在白宫 不像世界各国 很容易就知道 到底他的决策过程 是怎么样 或者是说 他的很多事情 像接受白宫的疫情 你看媒体那么快时间 就知道说 这个川普染病 还有那个彭斯的 这个主要办公室主任 也感染了确诊的 这个新冠病毒 这个在中国大陆 是很难去知道的事情 就像现在之前是南巡 为什么习近平 在后来讲话 讲到口干舌燥 一直在咳的时候 到底有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 中国现在跟西方体制 不太一样的地方 也就是让外界很难去摸脱 到底在想什么 不过我猜 我在中南海 或是北京 或是习近平 都希望外界根本猜不到 他想要干什么 不是吗 他是想 他是害怕 我认为他实际上就是害怕 他不敢 害怕让外界知道 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前一个共产党的一个元老 他说了一句话 我忘了是陈云呢 还是谁说了一句 他说呢 如果我们让老百姓知道 我们干了什么的话 那我们马上就会被人民推翻掉 他就知道他这里边 太多那个罪恶 太多那个邪恶的东西 他根本不能让老百姓知道 所以他这个 但是他们忘了一点 就是说他这个 你在这个黑箱作业的时候 你黑箱作业的时候呢 真正对于有危险的 威胁到他们自己的呢 就是他们对 最新可能威胁到的 就是他们自己 你想想看 就是说 他这个美国的你看 比方说 你如果总统 他生病了 染病了 他住院了 人们马上就知道 那下一步怎么办 万一出现问题怎么办 谁来接班 谁来那个保持这个政府运作 继续进行 那你很透明的时候呢 当然是很安全 他这个越不透明 那下一步呢 他这里边的那个内斗 就越这个 越那个严酷 那下面就是 那真是你死我活的 实际上就在 坐在中国 中共体制内部的人呢 他们你看 我看他是 他真是很难 那个很难 那个生存 他每个人的危险 个人的生病危险 都保障不了 其实保障不了 因为他即使下台了 还面临着被清算的问题 被后代清算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不说 就是说 犯了什么 形势上的问题 或犯罪 就是你正常的下台了 你这有可能会被后的 后下一任的人 给清算 你觉得到现在 这个二十世纪 还是会这样的 还是会这样 并且你真正发生 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不管当年是 刘超齐被打倒 还是赵紫阳啊 或者胡锦涛啊 胡耀邦啊 这些打倒的时候呢 他连自己那些 对自己给自己 那个defend 就是说 就是说 自己来自己辩护的机会 都没有 你看看 就是他你 这就是实际上 我们讲那个 佛教讲这些东西 你这个 万事都有原因的 对吧 你在这样 针对别人的时候 在中国 针对中国老百姓 你不给中国百姓 一个真正的 平等公平的法治 法治这个社会的时候 你实际上呢 你这种不公平的 没有法治的这种 社会的那个 弊砖 和恶果 最后呢 你们自己要承担 实际上就是说 他剥夺了别人的 那个宪法 规定的权利的时候 或者他的法律权利的话呢 他自己也受他自己 这个恶法 这个专制的那个惩罚 所以这些人 就是不得好死 说白了就是说 你把别人害得不得好死呢 你自己也不得好死 这就是 原来一些 就是一报 还一报 因为中共就认识不到这一点 就是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我觉得有很有趣的 这个 可以有一个这个 叫赖小平吧 赖小平 我想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中共 一个平安保险 那个公司 那个老板 叫什么来着 我一下忘记名字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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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保险公司 好像是那小平 还是 他们就说到这些人 这个他有很多贪污 非法所得 非法所得 今年以后 他赚了好多好多钱 他后来发现 他自己 他不敢花 也没办法花 最后贪污那么一大堆 满屋子的现金 也是层层叠叠地放在那 最后又全被 全被收走了 就是他这个 他没有一个体制 他这个体制 实际上这个 一个公开 透明的 公正的体制呢 真是保护所有人 你不光是保护 这个官员 也保护那个自己 那美国这个高官下台以后 我们不说 我们不说欧巴马 克林顿 他们有前科的 有问题的 一般的正常的官员 下台以后呢 他没有这个安全的问题 他可以做一个 很悠闲的 做一个平民 继续在这个 继续在这个 华盛顿待着也好 在社会上待着也好 没什么 没什么大的问题 中共不一样 他一个个的罪恶累累 罪行累累 那个冤家死地那么多 他时时刻刻都面临着 这种危险 他可能享受着 非常忧郁的生活 吃喝玩乐 那些挺好 但是他的精神世界上 我觉得 其实很难过的 非常难受的 不过邓小平 废除这个所谓的 国家领导人 终身制的问题 然后大陆开始 在过去30年 采取隔代 这个指定接班 当然习近平 到行业 首先又破坏了 这样的东西 就破坏了一个 所谓的惯例 一代不录一代老 这是一代不录 现在他想 他想隔代指定 更不可能的 不是 他就指的下一代 他现在都很难指定 哪到那个 当然邓小平 那个时候 他就是 那时候还有隔代的问题 他现在没有隔代 这下一代都指定不了 有的下一代 指定不了 你这个下一代 你现在在阶梯 如果阶梯 谁上来的时候 你不管他先 也许他看起来好像是 你的那个亲信 对吧 或者你的班底 那么好上来就开始编尸 你知道吧 这个都是 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不是 因为我是很担心 像行业 这样做法 就是让 就是会增加很多的 不确定因素在哪里 那他又不愿意去 又 废掉了这种 废除了这种 这个隔代指定接班 然后又建立一个 所谓的国家主席 这个终身任期制 但他这次大会 里面又不愿意提这个事情 是不是 是不是成为我们一般 很多这个大陆事务专家 提到的是因为 习近平面移到很大的压力 所以他到目前为止 不敢所谓的明目张胆的 把他终身制的问题 提到台面上来讨论 我觉得这个人 可能有 他的一个成长过程中 我觉得他有一些缺陷 就是说 他就说 当然我们看着他 没太有教养 对吧 经常作为一个 一国家的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 出口都是那种 很那个市井 就是说小民那种 就是非常粗辱的人讲的话 那个这个实际上 反映了他自己的那种 那个学识 和那个自己真正 那个东西 是不是有那个 经过诚实熟虑啊 或者是 就说 这就是一个 一个修养水平了 实际上 毕竟你看他用的人 旁边的用的人 他这个 那些 俄语奉承的那些人呢 像王沪宁之类的这种 他能够用这 要用这样的人 这些人呢 就给你讲他 开来听的话 然后呢 加上他自己呢 没有足够的那个教养 因为这个 又很自负 那这个实际上 就把自己陷入一个 非常非常那个 可悲的境地 你知道 实际上很可怕的 这个事情 他现在呢 就是说 你说他 没有这个能力 他 我看他也没有什么 没这个破译 就是 他已经有这个机会给他 就是说 你可以 巩固你的那权利了 对不对 你那个权利 你已经可以得巩固了 你能反腐 当年反腐的时候 你看 创造了多么好一个机会 你可以把那些 那些那些 打老虎啊什么之类 一网打尽 你就可以 正式推进 他这个该做的时候 就临门就插着一脚 我们叫临门一脚 就是提出这一脚 进不脚就 就进不了球 就得不了分 那你现在就是说 然后就开始越来越被动 我觉得他是越来越动 他错过了非常非常多 都好的几十几 至少好几次 就是说三十次 就是说都错过了机会 可能老天爷 我认为上天给他了 真是给了很多机会 上天给了川普 也很多机会 给美国一些机会 给中国也会给机会 那给机会的话 你又抓不住的话 你抓不住 一而再再而再抓不住 所以呢 你一方面呢 又给你巩固了权力 把这个实权各种各样的领导小组 把实权抓到手了 你该做的事情呢 又没做到 就要得不配位的话 那那个就 那个位置 那个位置就很难再做 不过这个陈主 你刚才提到了 他这次公报里面 提了很多十四五计划了 提到了不少 当然又提到喜和心 又提到2035 不过对香港 这个跟所谓的和平台海问题 都轻描淡写 香港只提到 希望香港持续的 这个长期繁荣稳定 那台海希望和平统一的基调 是没有改变的 那他也提到了新型的国际关系 还有人类命令共同体 我觉得他这个是大概是讲给 欧美国家听的 那当然 大部分 篇幅不是很多 然后 所以你也感觉出来 他这次的重点是放在 内政放在经济层面的问题 其他这些像国际关系 疫情 这个台海问题 香港问题 都轻麻淡写 这些都是问题 他现在面临到很大的 这种压力来源的地方 他都比较轻麻淡写 把它带过去 所以你觉得他最主要的 这个这样处理这个公报的事情 这个作用点在哪里 所以你看说他这个 犹豫不决 然后矛盾 你比方说这个关键呢 我看我关注他这个 深化改革 经济改革 这个问题啊 那这个一面要发挥政府作用 同时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资源 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你这个 就是让你感觉到呢 你就是 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 你知道 你如果说你这铁了赶了 你就说我就是要回到 毛时代 对吧 回到 那个计划经济 计划经济 那你就铁外去做 好好去做也行 对吧 也行 至少呢 你可以得到 那批就是说 这个左派那些人的 中共的那个 中国的左派那些人的一些支持 对吧 你也可以那个 你也有他这个党的那个 政府 党和政府这个机构架构的那支持 那你就去做 他又不敢做 你说又要发挥市场配置在资源配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那你又在那个打压民营企业 所以你到底想干什么 所以他左右不讨好 左右不讨好 那左右都不支持 那现在就是 他的左 谁都不能让他 就是 如愿以偿 你想当 你想当那个 终身的独裁者也当不成 你想 那个指定后面的这班人的话呢 也做不成 也 也没有 无后 你就很难尝受 这就是问题 这也是现在中共面临的问题 所以中共 我认为这个 这个正好说明 他现在就是说 即将崩溃 即将崩溃 我召开五中权位这个时候 刚好是美国中共大选 在四天之后 马上就要揭晓 当然 现在一般预估大概11月3号 投票 开票不可能出来 所以 我也不晓得 因为这权手未有 道理 当然 小布希当年 2000年的时候 也有发生过这种情形 当然 不过那是比较单 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单纯 只有佛罗里达 重新计票 因为不断 好几次重新计票 结果这个小布希 这个显胜了 537张选票 然后这个 获得了那次的总统大选 上一次四年前 基本上 凌晨三点 隔天 投票完隔天的 这凌晨三点 这个川普 就已经宣布当选了 西亚利也给他电话 恭贺他了 展现民主风度 接下来我们想谈谈 这个最重要的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现在已经有很多网友 刚才在留言板 在选问什么时候 讨论美国大选 所以我们小便 已经跟他讲 第二个题目 在讨论这个总统大选 太多题目讨论了 很简单 就是根据现在最新统计 美人社最公正的统计 到目前为止 到昨天为止 全美已经有将近 8000万的选民 有资格的选民 投下了他一票 不管是通信投票 亲自把票填好之后 放到集票箱里面去 或是到投票所去投票 或是absentia 就是说缺席投票 已经有将近8000万人了 占了2016年 1亿3800万张的58% 然后也超过了上一次 所有的提前投票的4800万 将近5000万 这么样的高量的一个 所谓的提前投票 不管是通信投票 或是提前投票 或是缺席投票 到底这场请教 七条时候 在美国的时间那么久 也观察过几次美国总统大选 你觉得这么样一个前所未有的 这种 那么多的这个提前投票 以及这一次预判 大概可以上看1亿5000万 1亿6000万的投票人数 也就是将近有65% 66左右的这个投票率 也是创下美国历史以来 就是100多年来最高的一次 这样的高投票量 对于这次总统大选举的结果 你觉得隐含的意义是什么 第二会不会影响到这次选举的结果 当然会影响了 这已经在影响了 我觉得最大的意义呢 当然黄先生可能 黄兄啊 还有我们的老板 何老板可能不一定认同啊 那这个就是在帮助川普 赢得那个大选 彻底赢得大选 你刚才提到的问题 就是现在不是有好几个州吗 那个有几个州 允许他的计票呢 要在10月3日以后 就是说会延迟几天对吧 就是六天啊 九天啊 各州不一样 有些三天 有些五天 有些六天 那现在最高法呢 现在那个 虽然这个巴雷特已经进去了 但是他呢 他还是比较克制的 我看 他就是说呢 我对这些 已经讨论了很久的话题呢 我 我这个了解不够 那我先观察 他也还没 也没参与投票 对吧 我觉得这个还是显示是还是比较一个稳妥 比较一个务实的一个精神 那现在已经判决了几个票呢 那就是已经说允许 有些州可以延迟最后 那这个就会带来一个问题 就是到时候我们12月 11月4号的时候呢 可能还不知道结果 我再不知道结果 再拖下去的话呢 那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后续的一些负效应啊 或者这些其他的问题 或社会治安的问题 或其他的问题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川普呢 就在已经能够确认的这些 这些州呢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领先 大幅度领先呢 让那个就是说 你最后那些州 你不管他数没数出来 或者说是报不报出来 已经不起作用了 那这就是最好的办法 我认为呢 这个你说的非常对 这个现在有八千万人投票 最后可能大概一亿六千万人 来真正的投票 比较还有 现在就是说最近几天嘛 最近三四天内 还会有更多的这些通讯去计票 或者是那个缺席投票 那些东西就开始往里来进 我们很多人在探讨 就是说这种提前投票 这些人到底是什么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那当然有很多民主党人认为呢 就是说是民主党这些人呢 很愿意提前投票 或者去邮寄投票 或者去缺席投票 我不这样认为 至少我们看到有很多政绩表明 就是实际上是共和党人 很多共和党人呢 他愿意就提前投票 因为这个实际上 他们很多人是在响应 川普那个号召 就是说呢 因为那个那天呢 一个是呢 一个邮寄投票可能有问题 对吧 再一个呢 就是说那天呢 可能会有有这些 民主党人呢 或者一些 安提法这些人呢 就捣乱的人呢 他可能会破坏投票 所以现在川普的阵营 做了两件事 一个是呢 他可能考虑会派出 国民队 警卫队 国警方呢 去监督投票 第二呢 招募更多的志愿者 去作为观察员的 观察现场投票 所以他现在这个事实上 基本上呢 就在很努力的杜绝 很可能在这个投票日当天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那个弊端 我觉得这个都挺好 这个事实上是对 对全美国 对两党都有好处 对整个这个民主制度运作 都是有好处的 你说你要保证 真正的保障我们每个人 每个人一票 我觉得这个 我看到有两个故事啊 两个灵性的故事 我觉得很说明问题 有两个 一个是一个老 一个老人 一个黑人的一个老人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 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 这个老人呢 他是一个 你看好像是个 无家可归的人吧 穿着破破烂烂 哭着拉擦的 拿着一个什么 我不知道是拿着一个 红红的东西 是红薯啊 还是一个什么东西 在那吃 对吧 人家问他的时候呢 他就说 他就说 他对川普的看法 就是说 他说这个 说川普是 从那个 切片面包以来 sliced bread 切片面包以来 那个最好的东西 最好的总统 这是美国的一个 大家如果不熟悉 美国的话 就是说 the best thing best thing since sliced bread sliced bread 就是说 从就是发明了 那个面包切片机啊 一片面面包以来呢 最好 就指着就是 有史以来最好的 就这个意思 有史以来最好的 然后他马上 他列举出来那些 川普那些事情 就是这是一个 你看起来的 就是一个 社会底层的 倾向于民主党的 这么一个 黑人的老人 他这个认识 头脑认识 是非常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就是说 他就是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个故事 然后他还说到什么 说拜登 47年的罪犯啊 还说到什么 说这个 说拜登指责川普 在这个防疫的时候 无力 抗疫 防止瘟疫的时候 防治瘟疫就不利 所以这个简直太荒唐了 这个瘟疫来的时候呢 谁 没人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没人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来 你把这个东西 一个外来的天意的 或者人们不能控制东西 规则于你的政治对手 这个非常荒唐 这是一个人 还有一个老 一个老太太 一个女的 还有一个也不是 他说 也是个黑人 他现在原来是民主党 特别像投共同党 他说我这个一辈子呢 都是民主党人 然后呢 我每天都在看CNN 每天看CNN呢 他的CNN告诉我的呢 就是仇恨 仇恨 仇恨 仇恨川普 所以他说我一直这三年以来呢 每天都想在仇恨川普 他说突然有一天 我想到这个 他说 不对啊 我应该 我应该思考一下 他就这个人是个基督徒了 他说我就那个静下心来 不看电视 从这个圣经的找 从圣经 从他的信仰一边找 他反思了一下 他做了个prayer 做了个祈祷 然后突然一下 他就一下明白了 这什么 为什么这些人这么攻击他 说这么做 说他坏话 他就开始仔细看看 这个川普做了什么 然后呢 他说他把他周围的 四十几个人都给说服了 都来投奔川普 这是另外一个 还有一个老故事 也很有意思 一个老太太 一个白人的老太太 你的老太太 老太婆 年龄的六七十岁吧 他说 他说他这一生 都是民主党人 一生都是民主党人 然后今年呢 他仔细看了一下 他们那个 从弹劾开始 然后看了一下 这个总统 就是说他 能兑现自己的承诺 为美国人做这么些事 然后得到这么多攻击 他突然意识到 这个不对劲 我想说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这个美国民众在觉醒 他就真是在觉醒 意识到就是说 这个民主党人也好 或者这个社会主义 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这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跟来自中共的那个威胁有关 知道他这个呢 已经威胁到 美国人的生活方式 和这个美国的未来 而他们响应川普的号召的时候呢 他不相信 他知道这个 有人可能会这个捣鬼 有人可能会去投票站 去抗议或去烧毁 或者是阻碍他们去投票 所以他们要提前投票 提前投票 然后通讯投票 或者 所以我认为这个这些 新注册的人 你看这个好几个州啊 我看到他们的新注册的 这个投票人 registered voter 就是说新注册的 那个选民登记里边 都是共和党 远远超过这个民主党 这就正好 这个就说明问题了 并且这次 很多人是第一次投 第一次注册 第一次注册要投票 所以这个是非常令人震撼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 正好说明这个全民的觉醒 如果有1亿6千万人投票 我记得你上次我们提到 就是说去年 上次是1亿3千万上 3千8百万 1亿3千8百万 就算1亿4千万 等于多了两千多万金 这个也非常好 最好的 最好的这个民意的展示 我觉得 最好的民意展示 我认为啊 当然我们这个还有三次天 我们就可以看到结果了 他就说会 如果这个 这么多的人投票 这么多人提前投票 这么多的新注册的共和党人 共和党人的投选民要投票 这可能会使川普 都有一个那种 Langslide 压倒性的那个流失 这样的话呢 就这样的话也解决问题了 就是说他们 也不需要再打官司 打到最高法院了 其他就是那些周晚一点出来 结果也无所谓了 这个就比较 这个就比较好 我觉得对美国呢 我们这个美国民众啊 不管是你共和党人 民主党人 大家在过去 过去这一年也是 也是这个吵得够厉害了 对吧 很多那个 很多家庭都受到影响了 对吧 家庭的这个丈夫 丈夫妻子互相投不同的票 分裂投票 分裂投票 然后那个上一辈 下一辈分裂投票 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 你现在这样的话呢 也让那个 我们这个社会 重新那个 reconcile一下 重新这个和解一下 对吧 你认为选后就容易和解吗 选前那么分裂 选后的美国 我常常都讲 会不会更加撕裂 其实我很忠心的期盼 因为我相信美国的宪政 我也相信美国的民主机制 我认为最好的就是 公开透明和平理性 圆满的 让这次大选落幕 那当然最理想的状态 就是说 大选的结果 你少数要服从多数 多数要尊重少数 让美国这个社会是撕裂 目前这种撕裂 你刚才提到那种情形 在朋友之间 家庭之间 跟社会公司之间 都产生撕裂 像产业业也会撕裂 你也知道 我指的是哪些意思 科技界 现在比较倾向谁 传统制造业比较倾向谁 所以这个 各方面都在撕裂 当中 所以也希望能够 但是我一直很怀疑 这个事情 提到那种高 那个高投票 高提前投票率的事情 这个其实手头主 刚才已经提到了 18到29岁 我看 我也是看了数据 18到29岁 这个很多 第一次手头主 或者是说 以前基本上 就过去几届 总统大选 都没有 投的人 这次增加了不少 那各主意 我是撞了很多媒体的报道 也不是我自己 各主意 包括这个非洲裔的 还有拉丁裔的 还有白人 还有甚至这个妇女的 或是青年族群的选票的 各族群的这个 好像增加 所以才导致这一次的这个 整个选票预判 可以高到1亿6千万 1亿5千万 等于是66%左右的这个投票率 高过奥巴马上一次高票当选的 就是61点多的那次投票率 也是1908年以来 美国这个最高的投票率一次 不过现在 现在就是说 我现在很想跟你跟你聊一聊 就是说 你觉得现在最后是三天了 四天 那已经有8000万人投下影片 投下了好神圣的影片 当然很多州 11月有规定 11月3号以后 比方三天的 五天的六天的 如果你收到mail in的这个通讯投票 还可以照样计算 那当然很多共和党的州 本来是反对这样的一个诉求 希望以11月3号收到为止 能够当天点票 或者是11月3号 由戳为主能够拿到 现在就是太多的选票 你觉得还有现在有14个州 更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会引起争议 就是有14个州 允许那些变新的 我称为就是变新的投票 就是说他已经没有印 他已经填完 就像就像那个 现在你跟我讲说 你是缺席投票 已经填完了 对不对 你填完了 但是你后悔了 你想要拿回来 你想要跟你拿回来 现在有14个州 同意让这些变新的选票 可以重新投票 也就是他可以 他可以否许他自己上一次的投票 然后重新再投一次 那当然各州 这14个州又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有些人规定说 你要在一定的时间内 重新寄回来 重新签名 重新投票 然后寄回去 有些说你规定 你前一次做票 废票之后 你自己签完之后 你自己必须交到那个急票箱 或者亲自投票 他不让你再寄了 但是各自14周的做法不良 但是14周里面我看了一下 有几个州 刚好是这一次的关键州 跟摇摆州 包括密西根州 密尼索德 威士康西 宾州 阿尔瓦 这都是我们所谓 我们讲的六到九州 就是可以 摇摆州 所以其实我坦白讲 我也不会觉得不公平 美国那么大 三亿三千万 结果最大的州 这四周都不算在里面 包括纽约 佛罗里达 德州 加州 就后来必须由这六到九州 占这个选举人票 538张里面的 大概一百多张 也就是25%到30%的选举人票 大概160张左右 去决定这场的胜负 所以你看这个11月3号 到底要怎么算 而且这个所谓的重新投票 这个会不会有所影响 因为重新投票之后 等于是可能现在出估 有几百万人 那这个会对选情是有影响 如果两个人 川普跟拜登之间 在伯仲之间的话 这是会有影响 这个确实 我觉得这个 不过你这也没办法 指责一些人 你说他 你为什么没有那个 深思熟虑啊 这么重要的一票 对不对 没错 重重其事的天了 你又在上面签了名了 对不对 你投出去了 你现在突然改主意了 但是我觉得改主意 这帮人呢 这些人呢 我觉得应该是 后悔了投拜登一票的人 我不知道黄兄你的 你同不同意 我不管这个 我想两边都有 我想两边都有 当然两边 一定两边都有了 但是呢 我们要看的 为什么我说 这是更多的是 这些后悔了 投拜登一票的人呢 因为我们看到 这些 他为什么要后悔呢 是吧 反悔的一定是 就是说 他这个选情也好 或者他对这个 候选人的了解也好 或者说他的认知也好 就是说他得到讯息 有所变化 他才会对原来 做的决定后悔 或者说这些人 本来投票的时候 很可能是属于这种 他自己就是在这个中间 就是摇摆型的 游离选票 不是那么坚定的人 最坚定的 两党各自40% 这个这个最坚定的选民 你才不管发生了什么 他都不会改变 那这些人改变的话呢 什么东西改变呢 我们看到这个选情也好 或者这个舆论也好 我们就是这个 就是拜登这个硬盘门 是吧 拜登这个硬盘门 这个所涉及到这些 最近的事情 还有拜登和哈里斯 贺锦丽最近的一些表现 比方你看到这个 川普的这个支持者 他他的集会的支持者 越来越多 越来越热情越来越高 就是每次都是几万人 几万人 民主党的州长都 都甚至出来阻挠 就是说不让这几万人 两三万人呢 在这个场地聚集 当然他用的借口就是什么 这个不安全啊 什么 本来是立线的概念 就是说你不能够大型集会 但是你这个 这个对比太明显了 你看你不管 像我记得你们纽约州 有一个 有个9000人的那个 支持川普的一个车队 说是这个这个车队啊 排起来有80英里长 这个在纽约啊 这个你这个你像那个 你看但是你看那个 拜登的那个集会 他那个拜登集会 他基本上他那个特定 他对着汽车演讲 你看下面全是汽车 一大堆这个停车场 停满也没 停满了也没几两次 没关系嘛 人家遵守规定嘛 没问题 他也只能用这个手法了 我想说的意思是说 我要跟你平衡一下 每个观众说 我们两个偏心 一面倒 没问题 没问题 我理解你的意思的 充分尊重你的选择 这点好无问题 我觉得这个社会呢 你即使不管再怎么样 有一部分反对的力量 对吧 就像那个金斯伯格他讲 金斯伯格我是坚决认为 这个人不 这个女士啊 她不适合做这个大法官 因为她已经完全丧失了大法官 拥有了客观立场 只是自己作为大法官 她居然干涉政治 干涉这个直接攻击川普 我从她的理 从这个职业上 我是反对她的 但她有一点 大家觉得都觉得很难得 就是她愿意当这个反对派 I dissent I dissent 经常说的这话就是说 我持不同意见 要持反的意见 我觉得这个至少就是说 不管我们认为这个民主党 这些纲领啊 政策啊 有多么荒唐 但是我们需要有一个 持衡的声音 这点肯定 那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呢 我认为就是说 你如果看着过去这一个月 在选情啊 或者舆论啊 或者双方支持者的一个热烈程度啊 就是说 唯一有可能的影响 这些人这个投票的话呢 应该是很多投了拜登的人呢 他现在要想投反投川普 那这个有 这些会不会影响到这个 这个选举的结果啊 我想可能应该影响不到 你说有多少人 应该达不到这些达不到这些数字 毕竟我们现在还有 还有八千万人 就是说他三天以后要去投票 这部分人对 这部分人如果就是说 因为现在变化的选情 你比方说拜登这个电脑门 这个丑闻 或者是那个新的就是说 对川普的知识程度 有所增加的话呢 这八千万人的投票呢 还是会显示出一些那个趋向 还是会有些那个影响 对他们也是有影响 所以我现在更关注的 实际上是 我认为就是说实际上是 我在想啊 这个你我想听听黄先生意见 美国人民民众啊 一般他是不会就是说 让这个一个党 来站在这三块地方 参院 众院和白宫都站 对吧 那个的话对实际上 对民主运作和制衡的话 是种 是有点缺陷的 所以你看我们以前经常看到 美国民众的选民 把这个一个党的人送到白宫 那给另外两院呢 都是给了另外一个党 或至少有一个对吧 以前我们看过很多这个东西 对白宫有一些制衡 那这次呢就是说 这些选民会不会就是说 给川普一个大礼 送一个最大的礼物 就是说给他一个 共和党控制的两院 让他可以放手一击 因为他最大的使命 我最重要的事情 我认为呢就是说 我以前也谈过 就是这个解体中共 消灭全球的共产主义 然后真正使美国 作为一个自由的保护神 来真正的振兴起来 美国振兴起来了 这是一个自由世界的龙头 对吧 我们自由世界起手 你可以震慑所有的邪恶 把这些恐怖主义啊 伊斯兰恐怖主义 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国家 一起清理干净 把这个世界清理干净了 我觉得那个时候 过了这个以后 下一次比方说 彭斯要竞选也好 或者蓬佩奥竞选也好 那个时候呢 你说给他一个民主党的国会 来制衡他下 那时候我觉得可以 那现在呢 如果现在这个民主党 能够还要继续控制 众议院的话呢 那川普呢下一步呢 第二任期呢 还是会有很多那个策略 这个呢 我就觉得不利于 不利于他把他这个使命 给好好地完成 完成他的使命 所以呢 但是这个美国 这个选民会不会给他一个 大的惊喜 来协助他呢 还是会继续保持这种 这种传统的那个制衡 check and balance 这是我觉得 我在关注的问题 你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台湾现在行政立法 同属一个党好吗 到目前 到目前是你觉得好吗 以前是 以前是 一般情况下是不好 这个我认同 这确实是不好 你必须对这个 这就是我们民主的优势吗 对不对 现在你在问我意见 我就很单纯地举台湾的意思 台湾现在所谓的 行政立法 同样属于一个党的 很多的后遗症 慢慢地在发酵当中 只是这种问题 没办法显现出来 因为没有所谓的选举 可以去检验这个问题 我们再回想一下 川普2016年当选 18年的其中选举 其实选情对他不好 对不对 其实选民那时候已经 有点评论 一般很多评论的文章 都说这是一个选民 对川普的一个评论 一个警告出来 那现在两年之后了 这次大选 结果怎么 我不知道 我不是神仙 我也不是上帝 我根本不知道 结果会怎么样 那你只能就是判断 就像刚才我们提起 提到了这八千万人 对政治的热情 以及担心新冠病毒感染 所以提前投票 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 但是我们没办法 我们只知道说 这个登记民主党的选民 好像稍微多一点 比共和党多 但是我们不知道 他投给谁 对不对 而第二点就是说 因为台湾并没有 世界上很多国家 都没有所谓的 提前投票这个机制 因为这个提前投票来讲 就某些那些国家 不愿意实施的原因 是因为他认为 这个会干扰全局 会影响选情 因为你像 谢兄 提前投票的结果 因为提前投票结果并不知道 对我知道 但是因为你在投票 这一下那时候 你已经投完了 投完你会像学的 很多统计数字的出来之后 你会开 你会影响别人的投票行为 我不是选举专家 我也不是心理学专家 我只是在想说 一般很多国家 为什么都之前没有 实施所谓的这个 提前投票的原因 是因为他怕这会担心 会影响选情 或是所谓干扰这个大选 因为这个动作 有时候其实很多动作本身 就具有某种意义在 像这次你也认为 那你也认为 美国这个提前投票过多 实际上是对共和党有利的 不是 我不是在想 我现在是想说 我从媒体看到 媒体去统计 根据佛罗里达大学的 那个统计数字里面 这八千多万人 包括邮寄通信投票了 包括亲自投票了 或是填完之后 先放到邮寄标准 还包括absentee 包括这个轻易投票 他在统计的时候 好像登记为共和党 登记为这个民主党的选民 都过于共和党 但是你没办法知道说 他到底这个民主党 是不是投给民主党了 或是投给共和党 共和党是不是投给共和党 是不是投给民主党 你不知道 你这不能开票嘛 你也不能去事先知道的事情 只是说你只能知道说 现在去 因为他可以看得出来嘛 你在看那个Barrows 你在看那个选票的时候 你会知道说 你是登记是民主党党员 还是共和党党员 还是non-party嘛 很多是non-party的 现在统计算好像是 2000多万人是登记共和党党员 民主党党员 1200多万左右是共和党党员 有800多 将近900万是non-party的 他都不是 他是独立选民的 所以这很难去知道选举结果 我只是说就我的common sense 那我的common sense不见得对了 我又不是什么学者专家 我也不是什么神仙 我大概也不知道 但是他对选举结果 到底会产生多大影响 我是不清楚 不过就是我是 因为还可以 另外加了一个因素 就是说14个州15个州 可以同意重新投票 哦那就 我是觉得增加了一个变数 我已经投了 结果我还可以拿回来 重新再投一次 就像我赌博一样 我赌了输了重新拿回来 糊了糊了重新再来一次 这个我 赌博是可以啊 你去到拉斯维达斯 你去到玩那个 他不是说那个 他不是让你那个 你可以加赌吗 对不对 你给拿下来对吧 然后呢 就是说 no more bags no more bags 不能再扎了 那个时候 就是我们开票的时候嘛 对不对 那时候就不能变了 对不对 你钱放在那个城网 放在这你就进去了 对不对 这个这个也是 我也对这个 就是说这个拿回来重新改票这个事情 有点不太那个不太感冒了 我觉得这个有点怪怪的反正 我是不太不太舒服了 不过这个你允许人犯错误嘛 你那也没办法 你只要是在开票之前 这个我想问题也不是太大 那我的是推 我是比较赞赏美国 确实有提前投票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真正保证 人们可以提前投票和邮寄投票 缺席 不是邮寄投票 缺席投票 因为要不然的话 你看美国人很多在海外的 没错 或者是外交官 或者商人在海外 像我自己缺席投票 就是因为我本来预计的那天 我要是在学校上课 我没法投票 没错 所以我已经把课给看守掉了 学校实际上把星期二的课 都看守掉了 让学生来投票 那你这个提前投票 我觉得倒是美国的一个优势 我倒不认为外事 但是改票这个确实是比较麻烦 因为这个设计的工作量太大 对吧 工作量太大 你把你的票拿出来 然后呢 可能你投票的时候 你要把那个要再取消 然后再给你个票 你还要签署一个文件 表明你是修改了 这个确实给增加了太多太多的一个 本来这个选举委员会也好 这个各州的这些选举的部门 他们已经是 已经是被那个 已经已经攒夺不了了 你说现在给他增加这些 哎呀 这个是个问题 是个小问题 但是没关系 我觉得这个 你刚才提到台湾呢 我是这样看台湾 台湾它这个 你们不是非常明确的三权分离 对吧 你们是五权宪法 对没错 但是你现在这部考试院 不是要废除掉吗 对吧 那个要清理修宪的问题 短时间没办法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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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现在至少 你的三权分离 我看你们的国会和行政部门 这两个是很明确的 但台湾这个法院 你们的最高法院 相当于最高法院 他这个作用法院 并不是特别强大 对吧 他也是总统任命 他也是总统任命 总统任命 然后总统任命 只要立法院是多数 越是执政党的话 几乎都可以控制 全部都是他的 对 但是我们没看着台湾 你们叫 我们台湾叫什么来着 不叫最高法院 叫什么来着 就是最高院是吧 怎么叫 最高院高院呢 有大法官嘛 一样大法官会议 对 但是这个台湾这个司法 这部分 它起的作用远远不如 像美国最高法院 这个 没错 我同意 我同意你看 对 所以基本上是两权制衡 基本上来说 对 但美国这个确实是三权分离 没错 因为这个 现在看来最高法院的作用呢 尤其是重要 越来越重要 那你觉得这个 我觉得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 你觉得美国民众选民 会不会给川普一个大礼啊 就是让这个两院 我知道这个通常来讲 这个你不希望这个两院 也跟总统一个党 对吧 这样确实不好 但是有的时候呢 可能那个也不一定是坏事 比如说 435系的 暂时 435系的众议院 你要全部改选 你说这次 现在目前氛围 要让共和党全部掌握 我觉得有很高难度 那参议院我是觉得 还是会危险 全部掌握 你就多数派就行了 有个多数派就行了 你现在要不然的话 你看 他这三年 这这三年民主党人 做了多少事 通俄门调查 通污门调查 穆勒报告花那么长时间 这次呢 这次川普在提名 这个巴雷特做大法官的时候 我们这位可爱的议长 又说又要弹劾 这简直是 他把弹劾当成一种游戏 当成一种武器 政党政治的武器 就随便拿来就弹劾 这个弹劾可不是 那么简单的事情 你没有什么道理 我觉得这些民主党人 做的很多这些事 做的太荒唐 太过分 其实裴若西很多的做法 其实他是被很多民主党的议员 当然媒体有讲过 他被民主党议员绑架 所以他必须 他必须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政治决定出来 这边我强调政治两个字 政治决定 这个民意也批评过他 所以裴若西这个人也很好 你也知道 这个 对不对 西加州你也知道 他对民权 他对中国的这个人权 民主 对台湾的民主 他当初都是都是很支持的 但是你 我是觉得美国内政的问题 他去弹劾川普的 我话会回过头来讲 很多人 尤其知识界的 尤其知识界的 或者财经界的人 不管白人 或者非洲裔 或者少数族裔的人 你不能 我是觉得 我不能强制你怎么样 我意思说 他们对川普的 个人的 人格特质是有质疑的 对他这个人的政策 我觉得他对中国大陆 让美国人觉醒 这个事情做得很对 但是在美国知识界 甚至他根本不做中专业 我觉得跟川普本身的出生 个性有关系的 你知道吗 像美国的智库 包括纽约 包括华府 这全美国最大的智库 在制定 在提供美国政府参考 有关于怎么样制定全球贸易谈判 这个全球政策 川普完全不经用 这些很多教授 都是非常知名 都是你我在 求学过程当中 我们都在看他的书 听他的意见的人 但是川普从来不听的 这个我跟你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恰恰 我们所说的这个 深层的一个政府 或者那个华盛顿沼泽 真是华盛顿沼泽 我跟你说 这个你这个这些人 比如这个沼泽 不光仅仅是这个政府 还包括这个政府 国会对吧 和那个前政 前那个白宫政府 政府官员 还包括这些媒体的人士 包括这智库的人士 包括那个大学里边 包括那些加州那些 加州那些硅谷那些 高科技的高管 还有好莱坞人士 这个实际上他们 这个这些人呢 你我们可以理解 他为什么形成了 这个盘根错节的 这么大一个庞大的体系 因为他这个 他很容易形成 因为这些 掌握了这个权 权势权力 掌握了这个资源 金钱 就是说 田想左右他这个 用他的这个理念 来左右这个国家的走向 他们可能是 理所当然的认为呢 我就应该这样做 或者他们 这是为什么说 他是建制派 建制派的人 对不对 他们 他这个 this is the way we have been doing things for forever 他就说 他一直就是这样做的 他认为是有道理的 他甚至还能认为呢 他从他们民主党 那种理念 或社会主义理念 他认为 我是为了大多数人 你问中国共产党这些人 你问这个习近平 他说我是 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 我们是为了 绝大多数中国人 磨福利的 他们真的这样认为 你在这种口号 很多的时候呢 他连自己都给骗过来 真是自己都骗过来 但是他在利用了 人们那个善良的本性 我认为这个民主党人 就是利用人们善良的本性 我们修炼访论工人 我们知道 大多数人有 真善良的那个特性 对不对 他利用人们善良的本性 包着保护弱小 扶持弱小 保护弱势群体 就是说 这个很容易就是 蛊惑这个 为什么他可以蛊惑 这个年轻人就在这里 而这些人一旦 其实这个 一旦变年龄变大 过了35岁 走入社会 你开始成家立业 开始为你自己的家庭 你的辛苦的工作 你这时候你突然发现 不对啊 我为什么就是说 有人会把就是 辛苦劳作的人挣的钱 拿来由这个政府来分配 给那些不劳而后的 当然 这不好 有的理念 所以你现在就是 这个 黄顺顿沼泽也好 这个智库 川普的阵营也有智库 川普那个Pillsbury 白邦瑞嘛 他也是那些智库 没错 专家学者的那个 你现在就只不过就有一些 我认为很多这些 很多人呢 他是说 川普的支持者 可能现在已经比上次好多了 但是现在有些人 很多人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他现在还没有那个 他不愿意那个 他不愿意告诉你 或不愿意告诉你 我是我支持谁 你的民调一来以后 一听民调 他主流媒体民调 他马上就挂掉 他不想给你被你扣舍 但是这些人呢 已经内心里做了决定 我一定要去投票 我也会投票 当然有一些 这些川普的支持者 我看 现在他们也站出来了 这些 你像成千 上了几千辆 那个游船的汽艇 就是那个 开那个Boat 在游行的时候 对吧 到现在的纽约 有上万了 上万辆车 排成85英里长 去去支持支持川普游行 我觉得这个已经说明 这些人已经站出来 因为这个他们 我们看到这个 就可以从这个 民主党人支持 这些安提法 到黑命贵这些人 对美国的伤害 还有像这些拜登和 拜登这次这个腐败案 现在FBI联邦调查 已经开始正式立案调查了 你这个基本上出卖美国 他真是出卖美国 不过你其他这个 这个硬盘门 这个刚好网友刚才 也在留言板上留言了 NVC 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 这个有个调查报告 说这个硬盘门是捏造的 也做了澄清 这个非事实 就是拜登父子 这个中国这个 还有乌克兰 这种所谓的利益输送的事情 这个NVC 刚才早上 我们在上节目之前 有个最新的报告 我相信今天美国媒体 会去做这个新闻 当然在选前三天 当然也算十月旌旗 这个十月旌旗 我们现在回过头看 大概就川普 这个确诊 确诊新冠病毒 这是一个惊奇 还有这个上一次 密西根州长 可能差一点 被绑架 这是个惊奇 还有这一次的这个 这个拜登父子 朱利安尼前委市长 前市长这个爆爆料了这个市场 但是密西根早上做这个东西 我相信美国媒体 今天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牵涉到台湾的苹果日报 香港的苹果日报 这个我是也蛮复杂 苹果日报跟李志英 刚刚也发了发表声明 在我们上节目之前 他也发表了一个声明 他当然撇清 撇清这一次这个捏造这个事情 跟香港苹果日报有关 跟李志英的助手 那个外国人有关系 我刚才看网友也提到这一点 但是你看 他这个纽约邮报最先披露 对吧 实际上这个消息内容呢 已经提前披露给这个主流媒体了 他们不登 他们不登 后来不是才到那个纽约邮报吗 Fox也不登 包括连福斯 连福克斯也不登 也不登 那这在纽约邮报出了以后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主流媒体现在开始跟上来了 现在开始跟着 华尔街日报也开始登了 所以这个这还是在进行之中 这个当然我看这个 不太可能对这个选举造成什么影响 就是说已经 但有可能有一点点影响 可能已经影响过了 就是到这个星期三 星期二之前的 也不会有太多的进展 但是这个 你从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人 看这些背后啊 什么那些 几个中国的一些投资公司啊 叶简明啊 这些中共的一个做法 你看到那个 你看你看过那个 那个Tucker Carlson Tucker Carlson 那个 Carson Tucker 那个Tucker那个 那个福克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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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采访这个 Toni Bobulinski Bobulinski 就是那个 那个做当事人 我看了大概就 绝大部分 这个人可信度非常高 他讲得非常清楚 他本来按理说 他是一个同模人 对吧 同时 共同作案的人 或者共同就是说 他是CEO嘛 他们成立这个公司的 但是你看他讲的话 他为什么要爆料 他是其从中的人 他这个 为什么 你从他这个说 这些主流媒体 等于说在欺骗美国民众 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 作为一个前那个海军陆战队人士 他不能 他不能这样 就是说 就是说 无所作为 他必须站出来 我觉得你这看着他整个 这个心路历程 你觉得这个 这个非常可信 你这个人是CEO 你这个没办法 进来 然后下一步 你看他中共 一步一步怎么样 就是说 叶简明的通过人 在纽约会见 然后要给他一千万 对吧 给他一千万里面 五百万是干嘛 五百万 你这个一步 一步步你做下 这个都非常可信 这个完全合乎 中共这个逻辑 中共呢 一定是通过这些人 有着国安背景的 这个叶简明这样的人 就是中共那个红二代 就是有公安特务背景 然后在海外控制公司 在纽约安排这些酒店 做这种交易 这些一切都是 这个随道去整 这个不是 不是能编得出来的 这个可以查得出来 那你像那个 拜登的公司 从中国拿到那个 15亿 对吧 这些资料都在 我觉得这个 这个我想这个 对这个 对川普 不是对这个 选举的影响 可能已经 不是那么特别大 但是对下一步 发酵过了 发酵过了 对下一步 会不会让这个亨特 甚至让这个拜登 入监狱 我觉得这个时候有影响 比起来这个还涉及到 更多的那个民主党的一些大佬 所以这个 这可能是真正就是说 让这个沼泽地 感到被翻腾起来 你看他这个事情一出来以后 我们一看到就是涉及到 那么多民主党的人士 重量级人士 这一下有人马上就 当时我当时感觉说 哇 这一下就很清楚了 为什么这些人 这么拼命地反川普 为什么这么样的 就是说一而再 再而三地弹劾调查 弹劾调查 就是抓住任何机会 反川普 现在用一切手段 不让川普上台 你一下就很清楚了 他们就是要掩盖这些东西 关于提到硬盘门的事情 我们观众一些人很关心 如果你有一些想法 你等一下在我们讨论的时候 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 我们想听听看你的意见 当然这边网语里面有人提到 他不相信NBC 但有些人说他相信NBC 不过你刚才提到 下监狱的事情 有一点我倒是 我忠心而言 我是觉得川普在各场造势 这个气氛都很热烈 但是我实在是不赞同他 把对手说 他把他告诉他的群众 说把拜登关起来 把民主党跟州长关起来 我坦白讲一下 如果我跟你在选举 我跟我的选民说把谢田关起来 然后谢田说把黄照片关起来 我觉得这有点 在背后在怂恿一批黑帮 事后做一些事情 我觉得这不是符合民主的 你可以攻击 你可以攻击拜登做的哪些事情不好 拜登47年根本对美国的政治 没有做好认识 他过去八年副总统任内 他该做的事情他也没做 在健保上面也没有什么建树 他在去从事这个外交 跟中国习近平平几平做的时候 他也没有替美国利益 你可以去攻击这些事情 但是你说叫选民把他关起来 你说 不是这个 lock them up lock up对吧 这个不是 我当然知道 我说美国政府应该把他关起来 你行政你怎么可以干预司法 我不认为 我不这样理解 你不这样理解 我认为他 就像你记得2010年的时候 他选择说 lock her up 把希拉里那个关起来 关起来并不是他用总统的权利 他指的是这个希拉里的电邮门 用什么硫酸啊 销酸把那个电脑硬盘给销毁 然后三万五千个邮件给销毁 但是现在居然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 把这个销毁的三万五千邮件 现在又全部给那个复制出来的 给翻新出来 科技太厉害 科技太厉害了 对 吓人了 吓人了 我认为这个电脑 你小心点 这个真是有其他的生命在控制的 所以你这个电脑里面的东西 我不相信我这个电脑 说老实话 我们现在用电脑对吧 这里面所有的东西 我认为可能都永远有悲愤的 销不掉的 我不晓得你们感觉 我是觉得我们活在这个世代 没有三十年前 四十年前快乐 因为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 就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像我们用手机 用电脑 用iPad 留下太多痕迹了 是是是 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话题 我认为他这个川普说的 lock her up 指的是他那个 希拉里这个电邮门 做了这些违法的事 他首先那个不应该把政府的公务 和机密放在那个人电脑上 那现在又销毁证据 对不对 他是因为这样的话呢 他可以被起诉 通过司法程序 被审判判刑 做监狱 这是川普所说的意思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他不应该 在造势场合讲这种话 这会有煽动别人情绪的作用 你知道吗 造势 黄兄啊 造势就是要煽动情绪 对不对 你可能 大家很多人 很多人他们不喜欢 那个川普这个个人特质 我是觉得这个 我们有这么大一个沼泽地 有这么多这个建制派的人 establishment 这些老年的政客 拜登有47年 47年没有从事一个 在一个工厂公司 或什么地方 从事任何这个作风 做政客真正的创造价值的工作 他这47年都在那儿 在分蛋糕 从来不想象 怎么样把蛋糕做出来 你说这种 这种这个资深的政客 不是资深啊 我们不用资深 老牌的政客 老油条的政客 他盘根错节 这个造成这个大沼泽地 你要弄一个 你要又弄个圈内子人 把进行改革 根本做不到 我们需要有一个 从外面来的 不是政客 对吧 但是又有魄力 又有这个决心 还有这个能力 还有这些 就是说雷厉风行的手段 我们需要这么一个人呢 在空降到这个华盛顿 把这个沼泽地给打破 我们已经有了 先选这件事情 再做了 你相信说来选 我一定支持你 我不会的 对啊 我对那么意思 我觉得那个 你看我们可以评论 说指点江山 挺好 指点江山 你说去去 你就是那个众议员 你说这个 你当众议员 两年的任期 你刚上去 还没做什么事情 你还没做什么事情 马上又要面临选举 屁股还没坐稳呢 所以你又要开始 又要开始浮显造势 就是就是 那我要有 意愿要表达的话 我可以写文章 我给上黄厌生的节目 对吧 上何老板的节目 你骂你们 你们也不生气 那挺好 或者你生气的话 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骂 或者讲 就是你这个 你可以评论这个政治 评论经济 或者你给是这个 对你这个社会呢 不管是我们美国社会 中国社会 我们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你能起到这个作用 我觉得这个 这就很好 你就是让我去当政客 我不回去等 你看那些 那天 政客退休了以后 做什么你知道 可能政客退休以后 他回到我们大学来当教授了 还有到公关公司 或到顾问公司里面 当顾问 不到智库 到智库里面 就这样 那天 跟一个朋友 电话在联络 因为 他觉得两个党候选人 他都选不下去 当然他提到拜登 他说民党党 为什么不行 当然他讲新党川普 川普这个 如果没有新冠 这个疫情 基本上他是躺着选的 这个我 我说我同意你看法 那 谁躺着选 他说没有新冠疫情 谁躺着选 川普啊 川普躺着选 OK 川普躺着选 我说我们这个 我本来没有意见 我说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接着美国总统大人才好看 才有那么多人来投票 不然现在如果躺着选的话 大概今年投票率大概只有四成而已 没有人会投 因为投了也没用就对了 然后后来提到拜登 拜登不是那么差 为什么民主党不能够推一个好的人 我跟他讲 我说你就对政治搞不信 因为我回应你刚才提到那个问题 你宁可当学者来批评你都不愿意当当选举就是这样 因为我说民主党推不出人来 因为你要知道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哪一个政治人物 在从政过程中 那个不沾到一点 那个没有hiding一些 没有隐藏一些 没有藏一些 每个人都有 所以每个人都不愿意出来 因为出来就全多路 台湾叫全多路 就全部曝光了 所以人都不愿意接受那个煎熬 所以当然很多人不愿意出来 那因为拜登当过巴黎副总统 反正他当过副总统 他选过了就让他出来算 你看那个政客 现在那个 你看拜登里面说 前面就是 不是威斯康辛斯在哪 平西法尼亚州那个 那个fracking fracking的事情 对吧 我知道 那个炼油的问题 水压裂解石油 这个 你当政客为什么 这政客非常虚伪 就在这里 他面对这帮人的时候呢 他不敢对这冰西法 让人说 我反对fracking 反对的话 这个人就不投他的票 他为了投票呢 他就要说 他要迎合他的话 他到了另外一个州 到加州到纽约 说他就说 我反对fracking 对吧 我们要环境 要环保 要什么清洁能源 这个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政客呢 非常恶劣 政客 我不是说政治家 这个政客呢 他就说 他实际上为了选票 他没办法 他一定要选票 或为了捐款 他一定要说 伪习的话 不诚实 他一定要说 要讨好别人的话 不能讲他 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这个是我绝对 不想去做政客 你讲的没错 我完全同意 我完全同意 心里都是扭曲的 你知道吧 没错 你干嘛要活 做成那样的人呢 你为什么不能够 按照真诚和善良的原则 就是你爱 你认为是对的 你就讲你的真话 你不用担心 你得罪人 像我写的文章也好 找的演讲也好 有很多人会骂我 或者是会不同意 那没关系 你可以有你的观点 我有我的观点 毕竟我坚持我的原则 我不会去因为这个 要迎合什么人 去改变这个东西 川普就是这么一个人 川普就是这么人 这是美国人 我看着美国人 现在越来越喜欢他 你没发现吗 民主党人很多 也越来越喜欢川普 大家学习这个 We love you We love you 这个不是 不是一个口号 这个不是一个竞选的口号 竞选的口号是 4 more years 或4年再干4年 这是竞选口号 你说那个的民众 发着内心的说 他们热爱这个老人 对吧 这个就绝对不是一个竞选口号 这个真实的那个民意的表示 真实的民意的表示 反正看看吧 最后最后三天四天了 反正这场选举呢 基本上是对这个川普的 这个一个信任选举 喜欢他了 要让他投票 让他不喜欢他了 就反对他 就不让他当选 这个反正四天之后 大概选举结果会出来 我跟西教说一谈 这个议议谈太久了 这个耽误了很多时间 不好意思 我要掌握一点时间 我不能够再这样谈下去了 反正我们这两天 还可以再谈一下 美国总统大选 那这个议题 我们大概就 就暂时谈到这边 观众如果等一下 你有意见表达 你可以再攒纳一下 等一下可以打电话进来 接下来两个议题 我们很快地把它过一下 就是日本水泛签议委 有提到的这个 一些很重要的问题 包括习近平 因为他在日本参议院 提到的话 他说习近平 中国国家主义 习近平访问日本的事情 不是他现在当务之急 当务之急是 现在怎么样控制疫情 我相信他讲的控制疫情 是因为明年 东京要举行这个 东京奥运 已经延期了一年了 东京势必要 一定要举行这个 东京奥运 他如果 下级奥运 不是东京奥运 是下级奥运好像是 对下级奥运 就在东京 在东京举行 在东京 对东京奥运 我以为你说冬季呢 不是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 那个冬季奥运 是在北京嘛 是在北京 所以 菅义伟提到了 这个 这个 现在习近平访问日本 不是他当务之急啊 他在这个时候 讲这个话 尤其刚从越南 跟印度尼西亚 访问回来 这个 谢连兄 你怎么看待 菅义伟讲了这句话 这个 这个肯定是 这个 官方用语了 就是说 他不能 不能说呢 我不反对你 或我对你没兴趣啊 或者现在就是说 不需要 这个 不需要跟你谈 或没什么好谈的 这个就是 肯定是一个 托词 我认为这个是托词 这个确实 实际上这个 菅义伟呢 我觉得这个日本 他现在没有必要 他现在 日本跟美国 在这些方面 都站得很近 你可以说 这个 我因为这个 菅义伟呢 确实是 完整的 继承了这个 安倍的 这个整个 这个 外交政策 可能甚至包括 他的经济政策 很多那个 国防的 外交政策 可能都是 是安倍的 一个继承人 他本来好像 好像本来 也就是这样的人 那他现在 这样做的时候呢 他就实际上 告诉中共 这个我们 现在这个 分歧太大 并且呢 他日本和美国 站在一起 他不会对 这个中共 现在有任何 这个妥协和让步 我认为 这个是用这个 病毒和瘟疫 这个绝对不是 就是 就是一个说法而已 而现在看来 这个中日之间 在这种领海啊 领空啊 很多这个 问题上 安全技术的问题上 这些分歧 也越来越明显 因为他很坚定的 跟美国站在一起 对吧 所以你看他说 日本与中国之间 存在各种悬案 该坚持 要坚持 也要求中国方面 积极地加以应对 该坚持坚持 就是首先就是他认为 就是说我没有 没有达成任何 就是说妥协 或任何那个 取得一致意见的 一个基础 没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没有这样的基础 他没法谈 也没什么好谈 并且中共呢 现在在中共的挑衅呢 海警船进入钓鱼岛 这些东西的时候呢 他日本做出抗议 做出要求 中共也没有回应 实际上我认为中共 习近平还想访日 就是实际上就是跟 跟这个中共不断地 试图在欧洲突破一样 中共试图在打破 美国对他的一个封锁 现在美国这个印太战略 印太这个合作 从这个印度这边 越来越加强 对面在中国的东面呢 就是日本 美日韩加上印度 这个就绝对是在 来这个部署 围剿歼灭中共的一个做法 这个最尖的 日本当然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中共显然是 想要突破这一点 中共一定想要突破这一点 突破这一点呢 所以说习近平 对中国来说 对习近平来说 他访日 他绝对是有这个必要的 也出于他想 突破重围的考虑 对吧 我想突破就是说 美国这些在 在技术上的限制 他当然他真的有这个动机 和愿望去找 去找日本 在日本做诸国 因为日本呢 跟美国又不一样 靠近中国这么近 他还有一些 涉及到北韩的核武器问题 安全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菅义伟 我觉得这个中共这个设想 和他的期望 这是可以 你可以 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 这个菅义伟也做得不错 我觉得他是比较 坚定的跟美国站在一起 他会在这个 你平常在这5G的系统啊 方面 都都在跟美国合作 要保证这个 网络安全 世界网络安全 并且他这个 他在这个菅义企区的 继承了原来安倍那个就是 把这些产业链 从中国测出来 就是说 因为他提供了 好像几百亿美元 我记得好像几百亿美元的 就是说 来协助日本 就公司往外测 我觉得最早提出来 但是好像是上 我记得我没记错 大概是一百亿美元 帮助日本公司撤 结果忽然就是说 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 加入了这个 加入了这个计划 他们很快就把这个 好像拓展了十倍 好像上千亿美元 来加速日本那个撤出 所以这个这点上 我觉得他做得非常好 就是说他要保护 日本的经济成长 也不忘记就是说 这个日本的安全保障的问题 当然 对中共来说呢 他当然他不可能 现在就跟这个中共撕破脸皮 对吧 现在也不可能 因为钓鱼党就打 钓鱼党就打起来 对吧 因为他还确实 他有这个 他不光是在中共这个 短程导弹的威胁这个范围内 也在北韩的这个威胁内 他跟美国的想法 还是不会大一样 但是他现在能做到这一点 就已经是非常好 就这基本上是一个 就是说 给中共一个耳光 就是说我不会跟你站在一起 就是当面一个耳光 你怎么看 不过你讲这个事情 我是提到因为 这个美日这个安保条约 或者是美日下同盟的 这种基调是没病 菅义伟上来 我看是follow这个安倍的这个政策 那日本愿意担负 美国在西太平洋的 更多安全的这个防务的事情 包括他跟 他跟美国之间 同意推动所谓的这个 我们之前讨论过的 所谓亚洲小北约 就是美日 这个印还有澳 澳大利亚的时间 还有现在印太 美国在西太平洋 你刚才提到的 这个印太联盟 在东边 中国东边的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安全防务的事情 那美国 日本跟美国这块 当然是没有问题 台南日本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那当然习近平 你赶习近平防治这个事情 是可以检视为中日关系的一个 一个所谓温度计 那中日关系在2010年 在中国的这个GDP超过日本之后 以及加上那时候的钓鱼台事件 让中日关系是有点紧张的 但是现在基本上是处于稳定 比较稳定和缓的方面 不管政治上面跟经济上面 都跟中国比较和缓 那你觉得像美日 现在这个基调定了之后 你觉得日本未来像菅义伟 或者是说他明年任期到的时候 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会怎么样 尤其中国现在在亚洲的这种侵略 或者是说比较夸张式的 这个扩张方式的话 你觉得日本会怎么做 你看那个日本这个很有趣 日本它那个政党轮替 首相轮替 简直是走马灯一样 明白 没错 走马灯一样 但是虽然在走马灯一样的在换 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 这个日本其实对中国政策 它还是比较稳定的 比较它跟美国这种 就是安全伙伴安全盟友 就是加入这个西方的体系 这个政策也是非常稳定 就是说这个 我觉得这就是日本这个我很欣赏 很这个很钦佩日本人 真的我非常赞赏 欣赏这个日本人 你知道他们有在这种 这种有限的国土 有限的资源的情况下 能可以把这个国家建成这么这么好 就是说这真是不容易 那他现在我认为呢 他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他在这个西方这个整个围剿 中共这个这个力量 正义力量中占有的地位 但是他要考虑他的地缘政治的因素 他确实在地缘政治上呢 受制于就是说靠近这些 北韩和中共国家太近 所以在这他们这个 我觉得他这个整体的做法呢 都是还是非常非常成熟 并且日本这些政客啊 他们这些 并且在你现在他同时在 该跟怎么说呢 他当时也有也有过 实际上以前我们也知道 从日本那个对中国那个 大规模的日元贷款 就是协助 但是跟美国一样 他们也希望也曾经指望 就是说如果对中国进行 经济上的帮助协助的话呢 可以慢慢改变这个中共的一些做法 也许让这个中共这种强势的这种 都专制独裁能软化下来 给中国老百姓建民主自由 这样的话呢 日本也不会面临这么多的威胁 但他现在他们意识到中共 和美国意识到中共 西方意识到中共 实际上基本上同步的 那到现在我认为这个 日本已经非常那个 非常清楚了 你看美国这么多 最先进的那些武器啊 那些导弹啊飞弹啊 那些其实都是由日本的 那个技术在后面 有些最关键的一些 导弹的一些 就是说呢 最关键的芯片的技术呢 实际上当然美国有自己的 另外一部分实际上是日本 所以日本 所以他这个在 站在这种民主国家 就是说站在捍卫这个民主 就是反击那个邪恶 共产主义呢 这些方面呢 他还是做得非常好 我也做得非常好 所以下一步呢 就是说他 所以我不太同意 那个你看 你给我一个看 我们看到一个德国媒体 那个 德国商报 那个 说什么 没有一个什么东南亚国家 支持中国 支持美国 中国政策 除了印度之外 没有一个国家敢于 北京正面对抗 这个就是 这是胡扯 我觉得这个就是 德国美 德语媒体 被这个中共给渗透了 那些小东南亚 东亚到东南亚的小国家呢 他们就没有这个力量 他必须考虑他自己的一些 地缘的地缘政治的问题 他没有力量 就敢真正站出来 但是呢 他们跟谁站队 这也非常清楚 所以他自己 并且一旦 真正爆发冲突的时候 比方日本和 美国和中国 和中共 在南海爆发冲突的时候 你说日本会站在哪里 他其实非常清楚 并且他已经在 我因为日本 在这个军事上 在这个装备上 已经做好了 那个战略上 做好了准备 就是说跟谁的 正面对抗 这个 这个所以并且 不是说中共 说希望 去访问日本 来说服日本 或者这个 只能说通的 他没有这个准备 并且日本也不是一个 像非洲国 这样一样 你可以收买成功的 你也收买不了 你舒服不了 不过这个 习近平能不能访日 这个涉及到 菅义伟 这个首相 这个日本的 对外政策 到底对中政策 跟对美政策的问题 那当然 这个 美国的这个 日本专家 也是哈佛大学 荣誉教授 这个傅高义提到了 现在中日关于 进入所谓的第四阶段 一他的看法 是第四阶段 从以前的这个 日本学中国 中国学日本 然后有中国的这个资金 然后日本 日本的资金技术 然后中国经济发展 到现在既竞争又敏感了 所以未来这个 中日之间的关系 我想 或者是中美的关系 或者是美日的关系 三角关系 也都是很复杂的 这个我们 可以未来再有时间 再讨论一下 尤其 如果行进民到底 能不能够访问日本 这是一个 可以观察日本的 对美国 对中国政策的看法 接下来利用你时间 谈一谈这个 在美中全面对抗的 这段时间之下呢 军方很奇怪 双边的军方 美国的军方 跟中国大陆军方 在十月中的时候 通过了一次电话 那这次电话 据了外电的报道 或据中国这个官方的说法 是为了是在管控一些 所谓的一些风险 那在这样全面 美中全面对抗的时候 军方有这样的管道 能够来化解 但是并没有说内容 到底是涉及哪方面 是因为最近 共军跟美军 在南海的这种 所谓的较劲 或者在台海之间 你飞来之后 我马上飞来之间的 这个市井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也不清楚 不过总是毕竟 美中之间 在全面对抗当中 还有这样的一个 沟通管道 我是觉得 就不可能承认是蛮好的 谢尔路 你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这个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 即使就是说 我觉得这是个 美国人的一个传统 就是说他 即使在跟这个苏联 前苏联 他在这种 就是说战略上 就是这么对峙 对吧 核武器 几千枚核弹头 互相瞄准 甚至在古巴 这个导弹危机的时候 中美几乎 就是马上就到了 不是美中美 美俄呢 美苏呢 美苏啊 已经到了 就是说 核大战的边缘了 即使在这样的时刻呢 美国仍然要求 跟苏联之间呢 现在美俄之间 有一个 就是这个核武器 这个关于核武 用核武的一些 有个热线电话 这个热线电话 我记得好像 现在还是畅通的 那虽然对中共 对中国来说呢 美国也在要求这种 也有这样一个 类似热线电话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对的 就是美国 正好说明 美国作为一个 比较负责任的 一个世界大国呢 他在这些事情上 他比较慎重 他还是指 以这个人的生命价值呢 为最主要的考虑 美国肯定是 不害怕打仗 美国也准备好了打仗 也能够打仗 你最好我看 所有的国家 你最好不要跟美国打 你看美国打的话呢 你一旦出现了那种 真的让美国人 吃了大亏啊 挖成珍珠港事件的话呢 那你下面 你就吃不了兜子走了 你知道日本跟 前苏联就对了 对 你就是 你还是最好不要打 但是美国人 确实做好了打 但是他们 我想这个军方的 这想法呢 是他不想这个误打 就是你说 你要真打没问题 我们真正宣战了 对吧 那我们就 真刀真枪的 就是在南海也好 在海上 或在什么地方 就来一仗 打一仗也没错 你看这个美国和日本 打得那么 打得那么凶 原子弹都丢上去了 对吧 死了多少万 几十万人 那他现在还可以成为好朋友 这个我觉得就是美国 这种 这种文明社 这个社会啊 他这种政治的传统 和习惯 就是说 你可以打 你可以有不同的意见 打完了以后 我们仍然可以作为一个盟友 但是美国不想做的 就是说 我们误打 你比方中共的那边 可能有这么一个 战斗机飞行员 突然做了什么 实际上愚蠢的事情 你都挑起了 两国打起来了 那并不是这个 两国政治元首 真正想打的事情 美国不想出现这种误判 那就一定要 他就要跟这个中共 有这种 两军之间呢 要维持到电视会议 电视视频会议 我觉得这是有好处的 因为至少我们可以防止 就是说 偶然的或者 accidental的 出事故的发生 两军的交火 但是呢 这并不意味着 美国不打 不准备跟中共要打仗 并不是因为 就是说 可能就 这个很难像那个 就像黄兄女 我们皇家谢家 我们要一个家族戒斗 大打大仗 是吧 我们两个直接手机信号 手机可能还留着的 我就说 你老黄兄 我们没搞错是吧 你真要打是吧 你说是 我们真要打 那我们就打起来好了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认为 就是我们不想打仗 但是你突然有一个 有个小儿子 小孙子 那个拿个刀 拿个枪 就伤了什么人的误打 这个是美国不希望做到 不许你看到现在 我觉得美国实际上 在南海 我们以前谈到 在台海 就是说 跟中共发生热战 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 并不是因为 它越是有这种 电信的沟通 两军之间的电话沟通 热线沟通 实际上我认为 真正的那个 真正的做法 真正的就是说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也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跟中共有关 因为是中共要改变 它这个改变现状 对不对 所以台湾 为什么我们 我支持台 美国对台湾军手 越来越多 原因就很简单 因为这个中共那边 它不断地 那个增加它的军备 增加导弹 瞄准台湾 增加它的一些什么 登陆艇 就是它在 它不断地增加 它这个军事的这个能力 它打破了这个平等 那美国那一定要 美国从台湾那个 就是台湾那个公报里边 那个 台湾就是 从上海公报里面 也都提到这个事情 就是说美国要 给足够的军数 来维持 两方那个 双方的那个 军事力量的平衡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美国 是一定在做 毕竟现在那个 也做得越来越厉害 也完全能够抗衡 我认为能 完全能够抗衡 这个中国大陆那边 就是说可能 发出来的力量 但是中共的同时 它要打破平衡 也在南海 也打破平衡 我倒是 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现在还没有确实 说是中共那个 把南海上 那个军事 那个小岛屿 岛屿上的一些军事设施啊 老大啊 给悄悄给拆除了 现在我们不说 十月惊喜里边 有一个就是说 用无人机 用无人机也好 或什么样 就是说要强拆 我也搞一个强拆 强拆那些 中共在这个南海上 那些东西 对吧 但是呢 这个风声一旦放出来了 我觉得中共 如果按中共这个特性啊 这个它就有 有时候它也有点 就是说 怎么说 那个什么 外强中干吧 就是 它可能在喊喊口号 给国内的人 打打气 对吧 但实际上呢 它是害怕的 我认为它中共是害怕 首先你看南海上 它根本没办法跟美国靠 你看 补给也啥 空运也好 或者那个空空袭也好 它的能力都不够 那你这个 美国既然放出这种风声了 有人放出这个风声的话 中共为了怕丢面子 它自己悄悄把它拆掉了 这个也是完全可能的 这个还没有得到证实 我不知道你看到 我还没看到那个消息 对 我觉得是从中共的 自己的一贯做法的话呢 它完全有可能的 它运怂了以后呢 但是它悄悄的运怂 悄悄的运怂 它可能还继续增加兵力 在那弄那些 那个小兵鸭子在上面 那个药物扬味 找到照片啊 种种蔬菜啊 这么之类的 但是它真正有 有牙齿的那些东西 厉害的东西呢 它可能悄悄去撤掉 你撤掉的话呢 我想是美国的目的也达到了 是美国你只要在南海 你不能够对这个航运 自由航行受的 就是威胁的话呢 它现在也不管你 但是这个中共这个威胁 这种威胁 肯定是越来越大 并且美国呢 捍卫这个南海 你说南海的航道也好 或者美国在这个地区的 这种控制和力量的话呢 这个也是毋庸置疑 美国不会接受 美国一定会就是说 对付这个挑战 这是肯定 要不然它就不是美国了 对不 不过这个说回来 就是说我们讨论 节目讨论很多次 到底美中有没有可能 在南海跟台海 谁开第一枪 那看到这个样子 10月20号 美国跟中国 这个两边的军事单位 通了电话 然后刚刚昨天前天 也有视讯会议 11月上去 还有联合了一个海上 这个所谓的救援 演练的这个视讯的沟通 那像看起来双方都有在降温的作用 那当然这个提到这个南海跟台海 川普如果连任 傅高义这个哈佛学者也提到了 川普连任的话 这个美国对中的这个政策 他批评了 他批评会这个又乱 这个又硬 那但是拜登如果当选的话 他认为会比较所谓的持续会硬 但是没有像那么乱 我不晓得傅高义这样子去评论 有关于这个拜登跟川普 以后在11月3号之后的对中政策 谢教授有什么看法 这个傅高义 他这些中国通 你看川普基本上没用 你不管是波士顿 也从波士顿到白宫到华盛顿 这些很多很多 美国有很多很多中国通 这些很多中国通 我接触过一些中国通 上次有一个 上次在那个 爱莫尔大学有一个研讨会 就来了很多 就是说研究政治学的一些 中国 美国的研究中国问题的 中国政治经济的专家 学者的一些人 我们这个 我也在其中了 就是我们这个专家 我们这个学术界的人呢 我们有个弱点 我们的弱点在什么呢 我们要研究这个东西的话呢 我们需要得到数据 这数据 我也研究中国经济 对吧 我们现在研究中国经济 最大的困惑 和研究中国政治 你拿不到数据 拿不到第一手的资料 你拿不到第一手资料的话 你就不能够做你真正的研究 也不能够写论文发表 也不能出书 你就没法出 你学术上就是没法进展 我可以说这个就是说 研究任何 你要研究美国的话 你要研究美国经济 美国政治 我们从来没有这个问题 你没有说 你们搜集不到数据的问题 第一手资料的问题 研究中国就有这个问题 研究中国有这个问题呢 那你这些人 你能不能够去中国访问 能不能够去跟中共的领导人 见上面 谈谈话 能不能够你亲手 搜集第一手的数据 这个就非常关键 你说你是个中国通 你从来没去过中国 你也不知道 这些中国领导人脑子想了什么 没有那种个人的接触 那他这就是个缺陷 所以有这个问题 你说那现在那个美国这些 汉学界也好 学术界也好 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问题呢 这么多很多很多人 这些人 像从哈佛到 到到这个 乔治汤这些 大家都有 还有纽约 克隆比亚 纽约对 克隆比亚这些 他们他们都有这个问题 而但是呢 你看现在川普用的呢 他只是依赖于这个 最多的就是那个 Pillsbury 白邦瑞 他也用过一些 但其他那些 以前那些 我看他基本上都没用 那实际上 以前那些人 那些中国通用 他们提出来的建议呢 也和做法呢 实际上也都是 民主党政府做的 而民主党政府 做过的一些东西呢 我们也看到没有用 这个在克林顿到欧巴马时期呢 这个民主党政府 让中共壮大了 让中共越长越大 越长越肥 从经济上非常壮大 经济上壮大了以后呢 他就有这个钱以后呢 他就可以去购买的一些军货 购买军事科技 或售卖人来偷取军事科技 实际上就是这些 就是你可以说这些 中国通也好 或者民主党人士也好 他们实际上呢 放任让中共呢 长得现在这么强壮 强大 那现在你要解决这些问题 解决这个中共的问题的话呢 你不可能再指派同一批人 那傅高一说 这一点我同意 就是说即使 假如啊 假如拜登上台的话呢 美国对中共这个 总体的战略策略 应该是不会变的 因为这个中共在 确实在威胁美国 你任何人 任何人当美国总统 你他马上他就 你一旦作为这个一国之主 就说一国之主的话呢 你马上就会亲身的感受到 这个来自中国的威胁 那但是他这个 两个人的做法 拜登和川普的做法 显然是不一样 拜登他说嘛 他上次第二次 就上次这个最后一次 那个竞选辩论的时候 说得很清楚 他就说 他会用什么 我会跟中共接触 然后呢 让他遵守 让中共遵守国际惯例 国际准则 这说梦话呀 吃人说梦一样 中共就是因为 他不遵守惯例 也不接受这个西方 制定的一些规则 所以才走到了今天 所以他这个 你就感觉到他这种 这个政治上的幼稚 他还是对中共的认识不清 现在川普内阁呢 川普政府现在对中共 我觉得认识已经非常非常清楚 并且他对这些 从瘟疫到科技 偷切科技 到对美国的制造业的伤害 这一切呢 现在越来越清楚 所以他现在清楚了以后呢 他知道他不需要跟习近平见面 也不要跟中共再谈了 下一步呢 你看着吧 他这个位置坐稳了 下面四年呢 就是他会放手 放手大干 放手一搏的那个 习惯时间就来了 现在我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说 会不会再来 再搞一个国会众议院 对他的处处进行撤走 你知道 在拖着后腿 你在正邪大战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候有人 把你胳膊给拽住了 后一腿给拽住了 你这就很麻烦 你没法 OK我们这个 当然你刚才提到这个 很多智库的问题 刚才富高业也讲了 富高业也请要了 因为我们刚才涉及到 拜登跟川普 未来谁当选之后的 对台对中政策 基本上强硬政策没有问题 包括美国前驻台的 这个在台的协会理事主席 普瑞泽等华府的事库 对台湾很了解的 他们都认为 不管谁当选的 这次美国中央大选 国会两党 或是美国的这个 对中政策应该是不会改变的 当然他对台湾的做法 应该也不会改变 也就是说现在川普政府 对台湾的这种关系升温 应该也不会改变 只是在做法上面 可能两党 民主共和两党 有所不同 不过富高业提到这个 我想请教谢教授 他提到说两岸的问题 依照习近平现在的做法 不太可能到下一代 也就是说 中共处理台湾的问题 是有它的急迫性的 它的言下之意 应该是这样 这是我解读 我不晓得正不正确 那当然 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态度 立场会怎么样 会会关系到美国在处理台湾 到底要不要真心 或是真理的去防卫台湾 尤其美国现在对台湾的整体战略 对台海的整体战略 还是战略模糊 当美国没有明确的说 他要保卫台湾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是还是战略模糊 除非他讲 这是华府智库很多学者的看法 所以像防卫智库里面 对两岸对台湾的了解的 那些智库的学者 也在讨论到底 美国要不要改变 它的战略模糊到战略清晰 我想我们跟谢大臣也提过 你可不可以谈 从傅高一谈 两岸问题不可能 习近平不可能让割到下一代 以及华府对台湾对台海 在战略模糊跟战略清晰当中 一直还在摇摆 你的看法是什么 对 这个很关键的 很好的话题 很关键的问题 首先我认为 中共他想给自己背上个包袱 在这个时候 中共第一代领导人 他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他们有一个遗憾 就是他在所谓的解放全中国的时候 没解放完 所以他留下了一个台湾 留下了台湾 本来想解放 想解放台湾或想处理台湾问题 后来又因为他中共很愚蠢的加入了韩战 加入韩战以后 台湾就彻底的没法解决 他们看来就没法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但是呢 他又又 因为你如果台湾不解决 尤其还有这个金门马祖 金门马祖 我最早开始关注这个金门马祖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中国大陆的人们 不太 很多人 大部分人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金门马祖到底在哪 他离台湾有多近 和离大陆有多近 离台湾有多远 离大陆有多近 很多人不知道 你知道了以后 都会吓一跳 哇你怎么这么近 怎么那么近 就几十公里 怎么那么近 对对 那根本就不是台湾的 这个本岛的一部分 而完全是说大陆的对面 就是说你从那个自然地理来说 就是一部分 你居然都拿不下来 你知道 就是他这个 所以中共他领导人从第一代开始 他们就说要解放台湾解放台湾 他把自己给套上了一个枷锁 就是说他 他就说他没办法放下这个东西 这也成为他们这个 你可以说他的法统 或者他这个统治合法性的一个 一个一部分 也不能突然说 我改变这个立场了 我承认台湾独立了 或者我承认台湾就是 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还存在 中华民国他承认中华民国还存在 那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往哪里放 所以他这个东西呢 已经一代一代传下来呢 到现在已经成为 就是说中共一个政治上的包袱 一直有这个包袱 他们可能还认为这是一个 还是一个使命啊 还有这种什么使命感这种在里面 到了习近平这人呢 他更是他自己个个人的一个包袱 我赞同这种观点 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人呢 他需要建立他自己的一个 怎么说呢 他的legacy 就是他这个有一个政治遗产 政治遗产 对那他需要就是让实际上表明的 他的野心很大 他已经是不根本就在跟那个 对江振民呢胡锦涛呢 这根本都看不上 甚至邓小平都看不上了 我看他 毛泽东 他只比毛泽东 甚至还比毛泽东还大 你看你看到那个邓小平原来 这不是那个深圳那个 以前老说邓小平在深圳什么 在南海画了一个圈什么之类的 就是说搞的特区这个 人都说是都知道是邓小平的 那个改革开放主张 现在中共新推出来的东西呢 是习仲勋 住在那画了一个圈 然后呢 你就你就看到他就是说 他已经把这些前任的领导人呢 现在只剩毛泽东 他甚至想超越毛泽东 因为他想等到中共建政 是多少一百年 还有中共建党一百年 中国建国一百年 中共国建政一百年 还有中国党 他们都已经有这个目标在这 对他来说呢 他如果在他的手中 台湾变成那个更加事实上独立 那他就是认为 他这是最大的一个败笔 所以他需要有这个 需要有这个台湾 他有他的个人这个紧迫感 跟人紧迫感 所以他这个有 我认为呢 就是说他 他很可能就是由于 我自己也以前说过 就是说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很清楚地认识到 这个他自己的能力 中国的军事军事解决的能力 但是他不会在乎 他可能不会在乎 他哪怕把台湾打烂 这点他可以做到 把台湾打烂 大家谁都得不到 我也得不到 至少拿下一个荒岛 对中国来说他杀人 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问题 他真是真是宁肯就是说 牺牲大陆几百万人 几千万人 把台湾给打了 一极其他会稀烂 砸烂了 但是只要我最后 我能够得到了 得到这个岛的报岛了 那他也胜利 他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美国 我们也提到 他实际上一直在揣测 美国的那个意图 美国到时候 到时候当时能不能够那个出兵 会不会出兵 蔡英文上次我就是说 我们台湾可以防卫第一波攻击 对吧 意思说第一波攻击完了以后 那我们就等要盟友来了 要美国和日本来了 这就是台湾的 台湾的那个打算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能做到的 也就是抵挡第一波攻击就好了 大陆的分 大陆的很清楚的那个看法就是 如果日本和美国不介入的话 他们就有信心 但是现在看到就是 涉及到美国的战略是什么 我认为美国的战略 实际上这个一直是 那个他当然很愿意有这个 模糊的战略模糊 对吧 让你猜测不到 我美国到底是什么 那对美国来说是有益的 政治上也好 外交也好 军事上也好 他可以你在这个对手 捉摸不透你 在你有着实力的时候 你保持这个模糊的话呢 就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威慑 对吧 但是我认为现在 我认为美国已经放弃了 这个战略模糊 你现在从这个美国这个官员呢 越来越高阶的官员 甚至传出来可能的国务卿 甚至总统和路过访问一下台湾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他现在也意义上美国说 认为说这个台湾确实是一个 我们不能说是棋子吧 或至少是一个怎么说呢 是个leverage 一个杠杆 不能说台湾 不能把台湾当棋子 当做个杠杆 这个杠杆来撬动 这个中共的红色政权 而我认为美国已经这个 真正的战略上呢 这个模糊已经放弃了 你从现在对台湾的军售 到现在不断地有这个美国军方 也好政治人士表示 我们会保护台湾 我们会出兵 我们会阻止着中共这个 中共那个跨越海峡 我觉得这个 但是呢 他就是说只是说法上 我觉得 所以我把这个美国的战略 我认为叫做一种 模糊的清醒战略 模糊的清洗 实际上是清洗的 但是口头上呢 还说呢 还是模糊的 看起来好像模糊的 但实际上是非常清洗 这就是一种战略的 战略模糊式的战略清洗 所以基本上你是认为 傅高义提到的这个两岸问题 不能留给下一代是显示 习近平为了要超越毛泽东 他是有他的急迫性的 第二点就是美国对台的策略 对台海的立场 慢慢的现在已经在川普任内 已经是从所谓的战略模糊 走向战略清洗 应该是这样的呀 对 这不过这还是叫着战略模糊 就所谓什么 我说是所谓模糊糊糊的战略清洗 还有一点就是他那个 他从中共的角度看 对台湾呢 他们那个 我们可能从美国看台湾的话呢 那么台湾还是照样 对吧 你还是那个马道跑 什么舞蹈跳 舞蹈跳 一切都 饭照吃 饭照吃 小吃 夜市召开 对吧 一切都是那个 跟以前一模一样 对吧 但中共看来不是这样的 我认为就从中共的角度看 他们认识到这个台湾 越飘越远 越离越远 你从蔡英文政府的话 你像 我觉得上次蔡英文第二 第二届当选的时候呢 对中共的打击非常大 因为他也看到了这个台湾的民意 是支持这样一个 就是说跟中国大陆 越走越远的一个政府 所以这一点上呢 他们认为就是 他们在丢掉中共 丢掉台湾 他们真是这样认为 那你他 习一平自己呢 又想保除他自己的遗产 政治遗产 会建立一个比毛泽东 更大的工业 工技 功劳 然后呢 又看到台湾在越飘越远 所以他会处置他 就是说 早点解决 肯定肯定不会留下 留给下一代 这一点我也同意 OK 台湾现在这个越离 中国到越远了 那当然现在中共对台湾 又有疾破性 未来怎么样 我们可以有时间在讨论 我今天时间掌握了不好 很抱歉 那这个 我们再有一点时间 因为等一下导播 还有别的节目 我们接电话 现在拜托 我们就利用一些时间 小小来请讲来 请导播把麦克风打开 谢谢 谢谢 你好 抱歉 抱歉让你等那么久 我今天主持的这个时间 控制的不好 没关系 提到美国大选 一提提了快一个小时 你好 请讲 我听不见 我怎么听不见 现在可以 可以吗 可以 现在可以 请讲 OK 我就觉得 我有点乱了 刚才 就是二位都提到 尤其谢先生 分析了 就是川普总统 现在 他作为一个总统 你可以 称他为 慢慢的变成一个 政治家了 这个政治家 跟所谓的政客 他是有本质上区别 川普总统 他所有的政策 他是有带着报复来的 他所有的事情 他说的话 都是真心 从心里面 说出来 而且他也不会有 那种前后矛盾 逻辑不能自洽的 这种状况 证明他的 心是真诚的 而跟那个 我听不见了 他们 后来 是那个 魏洛的 听见吗 你那里讯号 好像有一点 不太稳定 所以 讲话 有点断断续续 如果 你是不是 换个地方 换个家里的一个地方 可能会好一点 没关系 我们等你 没关系 现在可以吗 现在可以吗 可以 再听到了 也就是说 这些所谓的政客 这些左派 这个什么拜登之流 还有他现在这个 副总统 那个候选人 他们这些人 都说出来的话 都不是真心的 所以他们经常会 忘了自己 之前撒的什么谎 然后呢 然后呢 就前后矛盾 逻辑不能自洽 然后呢 经常呢 回避一些问题 顾左右而言 这个就是他们虚伪和丑陋的一面 这个就是跟川普总统的真诚的心 这个是有本质上的区别 另外一个呢 刚才黄先生呢 就是说 为什么川普总统 他总是会说 要把这个希拉里 现在又说要把这个拜登要送进监狱 不能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呢 这个也是逼出来的 因为川普总统 他没有说话的渠道 尤其是最近出了这个拜登门以后 所有的主流媒体都 都静音 封号 删帖 这个就是特别熟悉 我们特别熟悉的 在中国的这种专制独裁社会所出现的 那么如果现在 这种状况 川普总统他还不 大声疾呼的话 我们所有人就根本听不到真实的声音 所以这个 不是川普总统的错 是这个环境逼的 你看通俄门的时候 川普总统还没上阵呢 还没就职呢 就他们就已经开始准备 盘和了 那个时候媒体都是铺天盖地的 这个现在美国已经到了一个 多么令人焦虑 多么恶劣的这么一个环境 这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呢 像黄先生这样呢 也是有相当一定的代表性的 他们都觉得 川普总统不能这么说 不能这么说 同学拜托 现在不这么说来不及了 美国马上就要面临 到了那种掉进悬崖的地步了 对吧 我觉得川普总统是 你就是不喜欢他个人的 personality 或者他说话的方式 没关系 我们最重要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他也许有的事情会夸大一点 但是他并没有犯原则性错误 我们现在需要的总统 是要把这个情况改变过来 所以不要过分纠结一些细节 影响我们对主流问题的一些看法 然后也是因为长期的这个政治正确吧 导致我们很多人已经被改变了 这个思维方式 包括黄先生 您是一个 您自认为 我们也认同 就是咱们都觉得我们心是正的 我们心是善良的 但是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被污染了 这个语言环境也好 包括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这个是很可怕 很可怕的 另外呢 还有一个 最后就是有的人呢 现在就是之前吧 民主党失败以后呢 他们疯狂反出 又是通俄门 又是给川普总统 捏到这个 当时呢 很多人还没有看透 这个deep state的这个问题 但是现在呢 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了 所有这些民主党也好 他们这个都是前台的木偶 其实后面有 有这个他们 最更大的这个金主 和他的这个建制派里面的 这个deep state在操纵 所以呢 现在如果说 川普总统在连任的话 就不是动他们奶酪的问题了 是要他们的命啊 现在是要命的问题 所以你看他们现在这种疯狂的私咬 那个那个简直到了 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你看现在那个那个南西 南西普罗西还公然是说 如果川普总统败选不出 这个白宫的话 就要动用军队 我就觉得这个一个主 口口声声啊 满口这个什么人权 至上法治 然后带头还去批判这个中国政府说 用武力打压这个天安门学生的人 为什么他作为一个立法机关 一个众议院的议长 为什么他要放弃法律手段 然后公然的就要去动用这个军队 再说了 现在三军统帅是谁呀 你凭什么动用军队呀 再说还有美国 还有很多民兵 武装的民兵 美国人如果为了捍卫 他们的自由 民主 他们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立国之本 美国的立国之本 他们是不惜出来战斗的 所以这样的话 他只能挑动美国内乱 和武装的这种暴动 这个是极不可 我们每一个人都极不愿意见到的 好 谢谢 这是我想说的一个感想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我觉得小肖说得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 有一点就是说 川普确实他不是政客 不是politician 但是以后后代人们 会把他当做一个政治家 叫stateman 我们叫stateman 他不是politician 政治家的意义 就在于在这种关键的时刻 我认为 我不是说川普这么伟大 但是我认为以后 他会成为比那个 超过美国所有总统 一个最伟大的总统 原因在于呢 就是时事招人 美国有这么一个 最危机的时刻 在这个时候出现一个 力挽狂烂的人 在整个人类的道德 往下滑的时候 出现一个人呢 他就是说 来试图阻止这个 让美国回归更加传统 保守主义的 正统的那个路 这个人他就是最伟大的 神都会把这个人 盯成一个最伟大的人 这是这一点 还有另外一点 刚才他也提到很早 就是因为这个 你看这个主流媒体 包括现在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这件事情呢 现在这个参议院 国会已经在跟他们 在听证 对吧 要谈到这个230 这个230这个 我觉得先是时候 你必须地 必须地搞清楚 因为你原来说过 你就是个平台 对不对 你作为互联网 你是个平台 提供双方的 双方的那些观点 不同的观点 当然你可以把那种 黄色的东西啊 或者是那个威胁的 武力暴力东西 你把那些去掉 这是没问题 但是你不能把政治观点 给去掉 给消息 因为你要想享受 你作为一个科技的平台 而不是把它作为媒体 你是有这个230条管 是给你的 就是说以保护 就是你不受这些 这些那个法律 那个法律的起诉的话 你必须做得公正 我们现在看 他已经做不到公正 你不管从推特 到那个YouTube 到脸书 这个你他做的 还有到谷歌 谷歌对 他做的已经非常 非常非常的过分 这次关于拜登 拜登这个电邮门 电脑门 这个事情就是 那现在 所以现在那个 我觉得国会 做得非常好 就是把这个230条管 拿出来威胁他 不是威胁他 就是警告他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要做 你要说你要想 成为一种这个 super pack 政治活动 那个团体的话 支持某一方的话 那我们就取消 你那个东西 你如果不想这样做 那你不想承担 法律责任的话 那你必须保持 你必须保持总理 我一定要允许 开放 你看你现在 上推特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推特 今天我发现 我上推特的时候 我想转 点发一个东西 他不让我点发 不让我马上转 就是你再看一看 我说这也 fair 我可以看一看 他对你这个转发 或者这种 尤其转发某一派的力量 他们现在已经 做出各种各样的限制 甚至我们也知道 不允许某些事情 某些反对 反对拜登的东西出现 这个他们已经走过分了 我是觉得 这帮家伙很狡猾的 他们可能会 他们肯定是要求 继续保留这个 230条款下的 这个免责这个东西 那可能他们会 有所放松 或那个 有所就是说 不再限制 但是这个 过了这个选举以后 我们其实刚才前面 也填到 过了选举以后 过了选举以后 每个人会 照常上班 学习 工作 一切都会恢复造就 那些口口声声说 川普一旦当选 要去加拿大的人呢 和去墨西哥的人呢 他肯定不会去的 所以大家就好好 大家这就好了 没问题的 那个都是选举 太入戏讲的话了 对 OK 我们时间不多 那个第一的请讲 你把握时间 因为我们时间不多 很不好意思 请讲 赵平轩好 谢教授好 今天又见了 很快 就是第一 我觉得刚刚这个 谢教授说的挺对的 23英条款 美国是个民主国家 如果谁 在这个时候 去干涉什么 肯定会有人 出来反对 那出来反对 这正好就是一个 民主的体验 体现 对不对 那如果一派的声音 被无限打压 第二派的声音 出不来 之前2016年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过 这种事情 就这个西洋里的电影门 在这个各大社交媒体上 被疯狂转发的时候 这个事情 已经造成了 美国一定程度 对这个选举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 现在这个电影门 这个事情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我们不能 凭空而棍 就是说 在一个没有被调查 没有被证实的消息 在这个无限转发 造成某一派 或者是某些人 试图在这里面 干预选举 我觉得这个 而且周一的时候 跟恒卿也聊过 这个话题 就是说 这个目前 这个美国社交媒体 在这个问题上的 一些冷处理 还有接下来对Facebook出台的 要控制大选的时候的 可能的舆论激荡 这个是不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我自己也认为 这是一个正确的事情 在这个紧要关头 我们首先要做的 其实是 你和种族之间 或者社会之间的问题 而不是说 让谁赢 美国是一个群体 我觉得刚刚那位 熟悉的声音的女士 说的很有趣 就是这个美国 这个Nancy Pelosi 说的这个动用军队 人家说的是 如果败选以后 那败选以后 你还是不是总统 三军统帅 还是不是你 军队效忠的是谁 效忠的是总统 不是党主席 对吧 那您要是这么认为 那可能您确实有点 这个 从这个中共过来的 这种感觉 对吧 然后第二呢 就是您说 这个马威萨的事 这个马威萨也是 美国要是 这个打起来 这个冲突再深的话 确实有可能 因为现在已经40% 认为美国在内战边缘了 那这个马威萨 您刚刚那个话的意思 听起来在鼓动 美国马威萨 出来为他们而战 这不是挑起 美国内部战争吧 对吧 然后另外 就是昨天我也说了 这个美国 这个川普 这个大嘴巴 确实有的时候 不经思考 出很多问题 比如说昨天 那个密西根州 我提到的那个 就是说那个 只给你们女性 妇女的老公 找工作的这个事 对吧 很有意思 对吧 尤其在女性 话题里面 对吧 女性平权 已经多少年了 现在还有 川普还会上来 这么说 这都是令人 很压抑的事情 好 就这些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那个我想回答 那个小账 和DZ 那个小账 他那个川普 川普不是那个什么吗 川普他那个 在女性选民中的得票 上一次是布鲁西拉里的 就是一般认为 是女性选民的 更多的头像 支持民主党嘛 那现在呢 川普实际上是 像这些女性选民的喊话 说那个 让他们投他一票 他说呢 我在给你们老公找工作 因为他这个 给你老公 帮你老公找工作 那女士应该比较高兴的 是应该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 其他我都觉得 他说很好 对 我也很赞同 对 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 接下来那个 好像有一个零件 马克林在 来请你讲 Hello 麥克风打开 Hello 听不见 那个是不是 林先生 马克林 你在线上吗 是不是没有 那我们是不是 请那个小小鸟补充 是不是 OK 马克林 请讲 来 我们听不到你的声音 对 他打简讯过来 我刚才看到 这荧幕上面提到 说他已经讲话 但是我们根本 听不到他的声音 听不到 对 看看 那先接下一位好了 看是小小还是 很好 我是有需要 这个回应一下 刚才那个小张先生 对 实际上 Nancy Pelosi 她的这个话呢 我希望她说的是 在如果 采取了所有的法律 这个手段 所有的法律程序 都最后决定 这个选举结果的话呢 如果说川普总统 不服从这种 法律最后的终审 那么如果动用 其他的有效的方法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 这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呢 如果说 在他作为这个 立法院 就是这个 这个 这个 众议院的人呢 都应该跟民众 所有的人 我们都应该 首先遵循这种 法律程序 这个才是他的正道 而不应该上来就说的 因为现在这个 他的这个话在 推特里面 非常的广泛的流传 所以引起 很多人的反感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 作为你 作为这个 众议院的这个 而且他的从政 也是几十年 一生人都在这个 从事这种政治 说话应该更加严谨 而不应该 给人造成一种 这么的印象 那么所以呢 不是说 因为现在很大的 他已经没有 还没有 结果没出来 民主党就已经造语论 说 说川普会败选 但是实际上 他我的 我的这个阴谋论 我觉得他们就是 已经知道这个败选结果 他们会败诉 然后他们故意的说 川普总统 不会承认这个结果 那么我有一个 阴谋论的一个假设 如果说确实 这个结果发生了 那么里头 有没有造假呢 有没有必要通过 这个法律的 程序的调查呢 这个绝对是有的 所以呢 咱们就是说 作为一个民主社会的 一个成熟的成年人 应该有这样的思维 再说他提到的 那个什么 什么 专制国家 我真的是 我在这里 我很有资格的 告诉这位小伙子 你才来美国几年 你才多大呀 你受的专制的 统治的 那个思想的荼毒 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解读吗 你有足够的时间 去反洗脑吗 相对我们这些 在美国已经生活 十几二十年的人 我们自觉反洗脑 而且我们已经学习了 美国的这种 民主法治的这种思想 和他们的价值观 我们是从文化上 制度上 生活方式上 完全融入了 美国的生活 所谓的美国主流生活 不是说跟洋人结婚 跟洋人开party 这种叫主流生活 而是我们作为外来的 不同文化 环境生长的人 到了美国 我们去拥抱 美国的价值观 拥抱美国的 这个文化 这样才叫做 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也将 就是劝这些 刚到美国几年的 不是说你没有错 其实我们也是 这么过来的 坦白说 所以呢 您那最好多听听 听一听 您可以提问 我也觉得你还可以 再回应我现在的说法 因为只有讨论 只有发表不同的意见 我们才知道 对方在想什么 我们才可以从中 去探讨一个 更接近事实 更正确 更符合普世价值的 这么一个结论 来帮助我们认识这个世界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 那个 那个 我觉得那个 我想小肖这个女生 可能也来美国 也很久了 二十年 二十年了 这都很好 对 我算我来了三十年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一个故事 就是我刚来美国 那个 后来不是住在一个公寓里边 我们四个留学生 男留学生呢 住一共一个公寓 合租一个公寓 我那个同事 室友呢 是台湾来的 台大电机系的毕业生 第一天晚上 我们相遇 第一天晚上 我们一直吵架 争论 争论到第二天早上 大概两三点钟 争论什么呢 台湾那个抗日战争的问题 韩战的问题 因为他给我提供的效果 颠覆了我所有的认识 我那个时候 所有知道的东西 都是从中共得来的 后来我才知道 我全部是错的 所以全部是错的 然后来我还跟他 在有一次写了文章 跟他道歉 居然被他看见了 后来还给我打电话过来 我觉得我们确实 需要一段时间 我想至少需要十年 你才能真正了解美国 了解这种 这个国家的价值观 这个政府 这个人民 这个文化的好处在哪里 并且你可以用这个 融会双方的那个来看 就是这个一点 还有一点 你说到这个南希普洛西 我对他这个 最近讲的另外一句话 感到很失望 他这个不是军队这个 他还说了一句 就是说 不管这个 他说拜登会 宣誓当上下一任美国总统 不管这个选举的结果 会什么样 我觉得这个会话 是非常差劲 这个实际上是 作为一个美国会的议长 讲出这样的话来的 我觉得他应该 应该辞职 就是说 这个不是你能这样 讲出来的话 你不管这个选举 结果怎么样 你这不是在反民主吗 我觉得这是我对他 在买失望的一件事情 好 谢谢谢教授 因为我们时间 那个万达 你现在换你好不好 但是请你在一分钟之内 好不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刚才导播已经过了 他等一下马上接节目 来请讲 黄达先生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等一下 那就这样吧 那我就不讲了 我就放 你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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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讲 好了 没关系 那就这样吧 刚刚谢老师说的是一个 美国这个高层不太用这个中国的问题专家 因为有些困难 这个中国的问题专家呢 也是有些困难 因为要的这个数据 要什么资料 比较困难 因为中国的这个情况 它是一个黑暗的一个状态 不会比这个美国 什么都是透明 我导致 我同意这个观点 是 受要一些这个机密的 这是他们所谓的机密的这个资料 信息是比较困难 但是很多东西已经透明了 已经知道了 这些东西 其实上对美国来说 要应用这些东西 已经足够了 摧毁中共已经足够了 就是需要一个中国问题专家去理解 深刻的去理解 这些东西就足够了 比如说 现在这个川普说 我要你负责任 用不着 你就这样去 要那个习近平 就赔钱就行 我就根据这两个人 你为什么把这两个人抓起来 他们是通报人 通告人 你怎么把他抓起来 通告你抓了通告人 你还说你没有隐瞒疫情 什么意思 对不对 这些东西完全可以 已经足够了 就是真的是问题专家是 中国的问题专家是可以用 像我们这些人 如果是进入美国的高层 那不得了 那个大地震 贩卖 OK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老师要不要讲几句 还是 我觉得对 但是呢就是说 他是 因为那些学者呢 主要是他主要是 他们必须接触中共 必须已接触中共 知道接受第一手资料为荣 你知道 所以就慢慢的 实际上中共也知道怎么利用他们 所以养成了这一大批 这个拥抱熊猫派呀 或者这些 就是对他们 他们对中共的看法呢 实际上是有这个 有些偏见的 或者有一些 一些bias在那边 有些bias 有些先入为主的立场 对 有些 他们必须考虑这一点 像有些 像林培瑞 有些叫做 他只要批评中共一句 他以后再也进不到中国 他们要考虑 那个 那个 马克先生 你是不是在麦克风开了没有 你麦克风开了没有 开的话 可以吗 可以了 赶快讲 OK 谢谢 谢谢 不好意思 我这个 因为不是用得很熟 对 我有一个简单问题 因为我是在中国大陆 有时候不是很方便 这个上网 那个 因为我是 我们在国内了 也是很多人在关心 这一次的这个美国大选了 特别因为我有些朋友在 以前就是讲到 在台湾上一次大选的时候 就是因为一句口号 他们说选了这个国民党 台湾变香港 然后后来 好像这个民进党 才被选上 我这一次感觉 这个美国的大选 好像川普也是类似啊 因为可能我们了解的 都是这个华人圈的 这些资讯呢 就是从这些传递出来的信息 还是用这样的一种 方式在进行这种大选 但是我就不知道 这因为像这样的一种文化 就是在美国的本土到底 因为它毕竟和香港是不一样的 香港可能这一种情感 它可能会带来 这种绝对性的 一种压倒性的胜利 那么在美国 如果用这样的一种口号 或者说宣导的话 它到底有多大的优势 或者说它是不是可以 这是第一 第二个问题 我想简单一点 因为刚才你说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那么就是说我的问题 就是它到底 这只是讲的一个口号 还是说它真正的会对中国 或者说造成一种制裁 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说 如果它要造成这种制裁的话 或者我们就想了解 它仅仅是说 我好像看川普有时候讲的 说让中国来赔偿 那它主要是要求的是 一种经济上的赔偿 还是说要会对这个体制 来发生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 你如果不会对这个体制改变的话 他赔钱 他可以把所有的钱都赔了 只要他的地位 他能够保持住 他也会不在乎的 他无非是牺牲国民的利益 那我们就是说 作为华人来对这个 好像是不是 我觉得是不是这种期盼太大了 再加上看到现在 一直在宣传到美国的 这样的一种民主 但是看到什么样的这种媒体 好像很多的东西 这样的一个都去没有报道 或者怎么样一些负面的 说起心里话 我们就确实很失望 就觉得这样的一个 这个民主的一个代表性 那么他到底他会 怎么会走到今天 他看我这个问题很多 但是我规拉起来就这两点 第一个我就觉得 这个川普他到底这个 他用的这些 到底是一种宣传口号 还是说真正的要对中国 采取制裁 第二点就是他 这个制裁会不会对这个体制 有一个根本的影响 好了 我就简单就说这里吧 好 谢谢你 谢谢叔 有没有稍微点评一下 我是教广告学的 我也研究广告学 就是他那个 上次他刚才这个 林先生提到这个 选举什么投票 投给国民党 台湾变香港 那个是那年选举中 那个非常最有 我看到最有效的 一个广告措辞 那个措辞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 实际上可能打动了 很多很多人 那其实在美国呢 我们也可以用个 类似的广告词 你如果投给拜登和卡玛拉 美国就会变成委内瑞拉 这是个交加社会主义路 你回到这个先生旁 林先生提到这个 另外一个问题 我认为川普是真实的 他为什么现在 不愿意见习近平呢 不愿意跟他谈呢 并且他对第一阶段 贸易协议 中共再怎么买农产品 他也不在乎了 没意义了 因为他知道 这个都是小意思 piece of cake 小东西了 peanuts了 对川普来说 你买个几百亿几百亿 美国因为这个瘟疫 现在多花的钱 这个美国国债增长 现在已经增长了 至少有三四万亿 现在美国国债的 二十三万 二十四万亿 多了三四万亿的 在这个方面的支出 还没收到经济上的损失 所以他要追究中共 这个一定是真实的 因为我看下一步 他会推出 在这个一月 一月份以后 他会正式的推出 并且其他国家会跟进 也有一些 可能说非洲 原来中共的盟友小国 他都会推进 所以这会形成一个 全世界的向中共追讨 所赔 追讨呢 那这个数字呢 可就不是 我觉得可能会上达 几十万亿 就是美元的一个水平 那你说美国是不是 用这个来 直接来改变中共的政体 对中国的影响呢 就是中国确实 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 至少这个 中国在海外的资产 可能会被判决 比方说要用来赔付 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发生 美国是不是会要 又借此来这个 推翻中共政权呢 或改变中国政治体制的话呢 这个我想这个 首先川普政府 你说他的副总统 国务卿的川普本人 我们知道他对这个 反对共产主义 这个非常惊喜 再惊喜不过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华人 支持川普 也是一种原因 他因为他反共 他反共 他当然希望中共政权垮台 但是他不会说 我现在马上主动派兵出去 把天安门给 把中南海给端掉了 他不会这样做 但只要如果经济制裁的 这个效果足够强大 再加上现在已经有的 那些贸易制裁 科技制裁 人权上施加压力 曝光更多的中共的一些内幕 比方活摘器官的内幕 所以还有更多很多 镇压维吾尔人 镇压蒙古人的内幕 把中国的更多的黑幕 中共高官在美国的资产就亮出来 它就可以导致中国经济上发生 政治上发生变化 所以这个我认为中共这个明年之内 肯定要解体 美国其中的有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是你只要维持巨大的经济压力 军事压力和那个其他上外交上压力 这就可以做到 这就可以帮助中国人民 而我们上次也谈到 如果没有中共这个问题 台湾问题也没有 那这个时候如果真正 中国真正变成一个自由的社会 我们也知道这个掩盖 疫情的问题呢 是中共搞出来的 不是中国人民的事 是中共做的 对吧 中国老百姓跟美国老百姓 人民是一样的人 那这个时候呢 再跟国际社会 再谈这个赔偿的问题的话 那就比较好解决了 对我看 好 谢谢谢教授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节目就只能到这个地方 谢谢所有观众的观赏 还有刚才的发言 还有在留言板上的留言 谢谢你们 我们这个继续关注美国中的大选 剩下三天就要投票了 再次谢谢谢林教授 谢谢黄先生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所有观众 我们今天到此告一段落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by bwd6